老公跟男人跑了 他一气之下将人给赶了 万万没想到死了却是他 只因他不相信爱情 便被丢到一本现代言情小说里 当他再次醒来 已经变成了星园集团大小姐不选 此刻他正端坐在医生面前叙述自己穿越的事实 并告诉他 自己现在就是书中即将合理的炮灰女配 文言医生经的白内障直翻 你这个症状持续多久了 两天 我来到你们这里两天了 虽然这两天我接受并熟悉了这里的一切 但我乃一品告命夫人 府上还有八百家奴 所以我必须回去主持大局 我知道你是这里的郎中 请帮我 突然电话铃声响起 女人烦躁的拿过手机猛点 殿太太您好 您家四少爷和江家三少爷打起来 麻烦您来警局一趟 女人先是一愣 玄机反应过来 四少爷就是原主那个失踪三个月老公的弟 无奈转身询问 警局 你们这里的衙门 一声尴尬着连连点头 女人眉头一皱 堂堂大家此地不去保家卫国 虽然如市井小民般斗殴 还闹到了衙门 最后竟要我这个当家主母去捞人 实属荒唐 随后看了眼翻箱倒柜准备开药的郎中 女人大步走到窗前 看样子你并不相信我说的 那我只能另外找个郎中 医生感觉情况不妙 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顾 顾小姐您千万别想不开啊 不等她颤微微起身 女人早已翻窗一跃而下 此刻医生是真的吓到了 这可是酒楼 跳下去不一定会死 但摔个半死绝对是肯定的 再看到女人毫发无损地坐进车里 她只好默默地念了句 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 此刻布雪已恼怒地看着催促短信 什么叫不好厨艺 难不成这燕家弟弟是个混世魔王 想当出源主使经手段才嫁入豪门 却偏偏没有涨家实力 只能被所有人看不起 如今丈夫也失踪了 留下一堆烂摊子给她厨艺 但既然占据了这具身体 那就顺便教教这群没用的东西 女人刚穿越就从酒楼一跃而下 只因老公跟男人跑了 小三挺着大肚子找她要说法 但她现在没空里会这样 因为小帅哥还在警局等她 纵身一跃直接从酒楼飞升而下 随后吩咐司机去警局 无意撇到司机腰上的皮带 女人二话不说直接拿到手上颠了颠 不错 是个趁手的武器 旋即转身 大踏步迎上小帅哥凄惨的俊脸 男孩一见是顾雪已 便不耐烦地抱怨她来干什么 明明以前只会歇斯底里地骂她 现在又在这里装模作样演戏 说吧你又做了什么好事 燕文勃切了一声 我才不会告诉你 砰的一声 顾雪已一皮带将地面甩出了一个大洞 我认为你会 男孩吓得连连后腿 突然门被砰的一声推开 来人正是跟燕四打架的将近 两人一见面就掐架 哐当一声 顾雪已将凳子扔在两人面前 男人这才发现旁边还有个火的 你谁啊 顾雪已 她大嫂 小屁孩打架还到家长燕四 你可真出息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顾雪已思索了两秒半 江家三少 都到了警局经不知收敛 居然还在挑衅 你是不打算出去了是吗 眼看镇住了小屁孩 顾雪已声音一准 这时闹大了对两家都不好 还是说你们想上明天的头条 两人面面相去赶紧跟着顾雪已离开警局 随后顾雪已邀请江静一同回燕家 而江静以为他们要跟自己道歉 如是傻乎乎的跟着一起去了 刚进家门女佣来到她面前告状 夫人 那个蒋小姐又来了 下一秒女人梨花带雨的拉住她的手 燕太太 我不想抢你位置 只求求你给我肚子里的孩子一个说法吧 顾雪已厌恶的将手抽回 你的事还不配现在提 站那里慢慢等着 将近见状立马补刀 我看过你的内衣广告 身材不错 古代高门主母穿成现代豪门气质 不仅要应付小三大着肚子上门搞事情 还要面对四个不省心的妹妹和弟弟 小的掐架都欧进警局 大的直接跳海找刺激 然而此刻公司正处内忧外患 就连瞎子也想上去夺点力 这一桩桩一件件 难怪圆主会哭着躲在房间摔东西 顾雪已柔了柔眉心一阵脑壳痛 既然占据了这具身体 只能好好地活下去 首先老公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把孩子交好领上正道 至于那个小妻 不过是个玩意儿待会儿再处理 很快去警局把燕四合一同掐架的将近带回家 房门一关 啪的一声地面抽出一个大洞 紧接着顾雪已又是一鞭子抽在了将近身上 将家教育不了孩子 我不介意带老 男孩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 这女人居然敢拿皮鞭抽她 这么不想活了 你知道我哥是谁吗 迎来的却是又一皮鞭的狠抽 江近藤的活蹦乱跳四处逃窜 看待了一旁的燕死 这才明白 原来大嫂把人一起带回家 是为了更好地收拾她 而此刻的江近更加恼羞成怒 如起袖子就要反击 无料刚挥出拳头就被顾雪已一招反制 疼疼疼 顾姐我错了错了 我大嫂 我以后也叫你大嫂 饶了我吧 看来小屁还确实知道错了 顾雪宜旋即松开了手 嘶的一声江近藤的摔坐在地 可这个出了名的混世魔王 什么时候到过前 根本没有那方面的经验啊 顾雪宜见她不动 更是不耐烦地举起皮鞭又准备上手 吓得小魔王抱头求劳 对不起大嫂 我不该冒犯您冒犯燕祖 随后一个真诚的九十一度鞠躬 一旁的燕死都看傻了 大嫂这么威武的吗 不等她反应 顾雪宜直接叫江近给燕死道歉 江近嘟妈了 挨打的是我 我还要给她道歉 顾雪宜懒得废话 推动手里的小皮鞭意思很明确 吓得江近赶紧过去连连道歉 傲娇的江四却撇过头去 虽然嘴里说着谁在乎她的道歉 但看着江近一瘸一拐地出去 心里还是允现暖暖的感觉 大嫂这是在给她出头梦 突然啪的一声 燕死疼得一蹦三米高 好 不带这么玩的 刚刚还想跟她好好相处 顾雪宜收过皮鞭 我打她是因为她欺负你欠教育 打你是因为身为燕家人 居然选择用这么低劣的手段解决问题 选择就算了 还打输了 说丢人不 话落顾雪宜转身准备离开 燕死却疑惑她这就不打了吗 要知道刚才江近可是被抽了个来回 顾雪宜停下脚步头也不回得到 对付外人需要用重边才能起到震慑的效果 而自己的家人自然不需要 这时燕死仿佛内心的大门被狠狠敲了一下 这就是有家人维护的温冷了 而此刻外冷内热的顾雪宜 已经叫人去请医生给燕死处理伤口 顺带处理一下那个自称怀了他老公孩子的女人 这是我见过最护短的大嫂 不仅一批边教育欺负弟弟的人学会道歉 还霸气解决上门心事问罪的家长 随后还不忘请医生为弟弟处理伤口 燕死表面对大嫂爱搭不理 实则担心她为小三的事情伤心 而此刻大嫂正盯着丈夫的照片出神 男人全身散发着生人物尽的气息 一看就知道是个不好招惹的男人 突然想起 按照书中进展 她这次失踪会带个女人回家 顺便跟原主把婚礼了 原来她是古代一品夫人 结果穿到现代言情小说里 变成了这个即将被合离的豪门女配 突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原来是刚刚被打的江静真的告家长了 对方直接要求大嫂接电话 燕死不想大嫂卷入麻烦中 准备自己揽下所有责任 并告诉对方是江静嘴巴不干净辱骂大哥 所以他们两个人才打起来的 这时大嫂出现正要接过电话 燕死一把护到怀里 并表示她惹的祸自己来处理 然而大嫂直接抢过电话 我是顾雪怡 江二也不磨叽当即表示 你打了我弟弟摆明 是不把我江家放在眼里 我少不得要上门拜访一下 顾雪怡回了一句好 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燕死担忧地抓住大嫂的手 或是她引起的不能让大嫂被连累 顾雪怡很欣慰 看来那一鞭子没白抽 知道长幼尊卑更懂得维护家人 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得大人来 闻炎炎私忍不住嘟囔 谁是小孩子了 你不也才二十几岁 顾雪怡不想在这小事情上瞎扯 旋即转移话题 随后两人坐在餐前便吃边聊 我打他 当然想好了后果 所谓谋定而后动 这也是你要学的 做任何事一定要做好准备 才能开始行动 切不可莽撞前行 江二这次过来明显是 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是冲着你大哥来的 炎四一惊 他这是趁着我大哥 不再要对付燕家吗 顾雪怡淡淡抿了口茶 你大哥很聪明 早已安排了一切 所以这些都不是我们要担心的 而这次江二上门来得正好 这时女佣来报江二来了 顾雪怡吃了口草莓后 吩咐再去洗衣碟子过来 下一秒 一个西装敌挺的男人缓步而来 短暂打过招呼后直入主题 我江家的人在你燕家挨了 打总要有个说法 顾雪怡气势全开 那江家的人打了我燕家人 又该怎么说 两人四目相对毫不退让 那燕太太想怎么样 当然是打回去 所以我揍她了 随后勾了勾手指叫燕四过来 燕四完全对大嫂顶礼膜拜 听话的乖乖凑近 顾雪怡撩开弟弟 额前的碎发露出了一点伤痕 这就是你弟弟造成的 怎么 只允许你们江家的人 欺负我燕家人吗 江二看着那在不包扎 就要痊愈的伤口 本来想说点什么 但看顾雪怡念含孕怒 也就憋了回去 那只是小孩子打闹 何必上升到家长动手的地步 这一副熊家长狡辩的语气 听得顾雪怡吃笑一声 我为了燕四打了将近 江先生要是不服气 也可以为了将近和我打一架 江二万万没想到 有生之年居然会有女人向他约假 特么他今天上门 是来给燕家施压 顺便试探燕朝的情况 这整个他都不会了 无奈起身准备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不料顾雪怡眼神一利 江先生以为我燕家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了 呵呵 有意思 居然有女人不怕他 下一秒 顾雪怡一把揪住男人的衣领 秘书当场惊得目瞪口呆 这女人要干嘛 难不成还想跟江祖动手 不等众人回神 顾雪怡右手揪着灵口猛的一拉 随即左手拽下他身前的胸针 江先生替弟弟登门致歉 这就当赔礼了 小手一触碰到胸前 时江二整个人都呆住了 紧接着老脸一红 随后象征性的轻壳两声 转身准备离开 等一下 这草莓很甜 江先生带上 总不能白跑一趟是吧 江二不知道怎么离开的 只知道这女人很聪明 打一巴掌给个甜枣 被她玩得明明白白 随后看着手边的草莓 取出一颗放进嘴里 嗯 是挺甜 也不知她说的是草莓还是大嫂 她是火爆全球的当红影帝 而私底下却是一个绍根金的风批 不仅喜欢站在悬崖边上看风景 还一言不合就跳进海里找刺激 这可把找她拍戏的导演集的毛 都薅掉好几戳 找 所有人都出去找 燕家小子要是在她这里出了事情 那她也会彻底完蛋 明明还在拍戏的人怎么就失踪了 随后表示立刻找燕家大嫂想办法 而此刻大嫂正吩咐给上学的燕四送点吃的补充脑命 突然接到剧组来电 先是一愣没明白谁是原文家 毕竟这里都是姓燕 玄机搜索了一下原主的记忆才明白 原来是燕朝同父一母的弟弟燕文家 身为当家夫人必须先把人找回来 随后吩咐司机摆下剧组 因为开的是燕朝的豪车 所以当车子停下的一瞬引起不小轰动 众人正羡慕蒋梦怀了燕朝的孩子 终于小三上位 连大老板都亲自过来探班 随着一双血白的大长腿 映入眼帘众人才回神 原来是燕朝的正牌太太顾雪 吃瓜群众立马来了精神 还以为会上演一场原配打小三的狗血戏马 没想到顾雪仪压根就没看到一旁的骚蹄子 直接叫上燕文家的经纪人转身离开 豪华车内保镖忍不住提醒 可以联系先生的秘书 调用燕家的人手去寻找 顾雪仪直接回绝不需要 大家子弟喜欢冒险 又在这边拍戏能去的地方不多 再看到手里的监控录像思考了两秒半 随后低声吩咐 先报警 然后沿着这条路走 很快来到海边 远远的就看到少年穿着浴袍立于悬崖边上 紧接着扑通一声 男孩张开双臂直直坠入海里 下一秒 一道红色身影猛的扎入水中 顾雪仪很快找到目标 一把将人拉出水面 确定此人正是燕文家后 顾雪仪终于放下心来 紧接着一把薅住男人的头发 然后非常用力地将人按入水里 想死 我成全你 女人第一次见小叔子 就直接将人摁进海里 只因男孩玩起命来惊天动地 不是准备跳牙 就是纵身一跃跳海里 顾雪仪一把薅住男人的头发 就用力往下摁 想死是吗 那我成全你 燕文家艰难地在水里呼吸 毫不怀疑这女人是真的想淹死她 直到海水枪进肺里 她真是感受到冰死的恐惧 顾雪仪才揪住男人的头发 将人一把拖出海面 燕文家可得撕心裂肺 半坐半躺娇柔地捂住心口后怕不已 抬眸就看到始作俑者 却安心接受保镖递来的大欲经 再听到那句燕太太 燕文家瞬间不淡定 燕太太 谁的太太 随后想到什么又摇摇头 怎么可能 她怎么会是顾雪仪 一定是自己听错了 此刻顾雪仪万万没想到 小叔子这么能做死 随后迎上男孩控诉的眼神 你刚才差一点就淹死我 闻言顾雪仪一阵活起 你不是想挑海吗 我那是在帮你 要是你觉得还不够 我不介意再帮你一次 燕文家吓得连连后退 满脑子都是刚才冰死的记忆 但还是弱弱地解释 那是极限运动 下面有张大王 他怕再不说清楚 这女人真的会把他再次摁死在谁里 顾雪仪翻了个白眼 做死还说得这么轻心脱缩 旋即怒怼 简称找死 转身吩咐回剧组 见燕文家没动 一个眼神直接甩过去 怎么啊 还想玩 没没 燕文家吓得赶紧大步跟上 很快来到剧组 面对众人的关心 燕文家只是轻声回应 是不小心掉进了水里 再听到众人都叫那女人燕太太 她不自觉就叫出了 顾雪仪的名字 女人抬眸 叫大嫂 她是火爆全网的国际影帝 却被粉丝拽着头发按进水里 只因她是个疯子 丢着璀璨人生不管不顾 竟把自己的命挂在悬崖边上找自己 萨姐可不惯着她 想死 我成全你 影帝好不容易从冰死的恐惧中回神 就发现粉丝竟是她大哥的妻子 而此刻的萨姐正在接电话 原来她大清早就吩咐司机给读书的燕四送吃时 所以男孩特意打电话感谢大嫂 一旁的燕文家莫名一酸 明明都是弟弟 可大嫂只喜欢小的那个 给燕四就送吃的 给我就按进水里差点隔屁 哼 臭大嫂 此刻萨姐也为这两个不省心的弟弟脑合同 一个因为送点吃的就感动不已 另一个却肆意放纵连命都不要 哎 刚穿越就遇到这种奇怪的家庭 没规矩也没亲情 而没规矩的影帝正认真演戏 简直把书里的贵公子演活了 他臭屁的接受众人的吹捧 等待着大嫂的惊讶与赞美 回头却发现那个位置空空如也 影帝小哥气得胸口一阵憋屈 感情他一秒都没看就走了 导演这才回过未来 原来影帝刚刚那么卖力演出 是为了给大嫂看来 而此刻大嫂正带着一众保镖进入一家小店 老板娘金德手里的螺丝粉都不香了 这么大阵仗是来砸店的 不能啊 这十来平米的地方还不够他们伸胳膊动腿 这件包起来 老板娘这才反应来活了 萨姐掏出无限额黑卡 很快非洲战区一条条的刷卡信息欢快的蹦打 两个穿着迷彩服的兵哥哥震惊不已 怎么消费这么少 要知道大嫂每次刷卡都是几十上百万 难不成有人盗刷老大的卡 就在这时 一只湿漉漉的大手伸出帐外 拿来 男人接过嗡嗡作响的手机 看着那小学生一样的消费忌日 露出了宠义的笑容 当然这些萨姐都不知道 她只感觉现代世界怎么这么美好 忍不住买买买后 吃上了第一个冰淇淋 这入口急化的草莓味 瞬间令人回到十八岁 哇 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此刻寻找大嫂的影帝刚好看到这一幕 心里没来由的一门 原来她没走啊 真是个小女生 一个冰淇淋就满足了 正看到起见 突然发现大嫂往这边过来了 吓得她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全身紧绷如同被老师抓包的小学生 今天的戏拍完了 燕文家别过脸轻恩一声 哼 她是拍完了 但大嫂却一眼没看 她从来没这么卖力过 结果却演给了瞎子看 而此刻的萨姐完全没get到她傲娇的一面 那我们回家 燕文家接过大嫂手里的购物袋 一步一驱地跟在后面 刚回家就迎上提着适合放学的燕丝 吃完了吗 燕丝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没有 那下次叫她们少做一点 燕丝心里暖融融的 一直羡慕别人有家人送饭 现在她也成了别人羡慕的对象 真诚地跟大嫂说了声谢谢 燕文家看着如此温馨的一幕 瞬间心里堵得慌 如是双手环胸拦住回房的弟弟 有事 那女人现在才来讨好我们不觉得太迟了吗 燕丝不想理她转身欲走 谁知道呢 可能是鬼上身了 燕文家喊住她 你不觉得她有问题吗 回应她的却是沉重的关门声 燕文家郁闷地回到房间 没想到燕丝那家伙竟这么容易就被收买了 再想起那女人对自己完全相反的态度 心里的烦躁又加重了几分 左等右等也没有等到那女人来找她算账 燕文家百无聊赖 这就完了 把她就上来就扔一边不管了 她不是应该端起大嫂的架子给她讲大道 又或是破口大骂摔东西 然而却什么都没有 突然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微不足道的蝼蚁 在剧组大嫂甚至连多余的目光都没有分给她 回到家里也一样 对燕丝的关注都比她还多 越想越气忍不住大喊顾雪 而此刻萨姐正悠哉悠哉的享受现代美容斯巴 突然电话响起 原来是剪家要来拜访特意提前告知 萨姐神情郑重应对 因为剪家这么急着拜访 肯定是有重要的事 而自己的丈夫消失三个月 也许跟这个有关 可刚放下电话就又响了 这次是老公的秘书 她怕萨姐应付不来大任务 所以会过来帮她 只是提前通知她一声 萨姐刚松口气电话又再次响起 不耐烦的接起电话 却传来一道嚣张的女生 她是众人眼里的草包木偶 却三言两语解决上门找事的商业巨头 不管是惩治恶魔小叔子 还是打发吸血虫父母都是轻而易举 只因她是古代一品夫人穿越而来 然而此刻父母还想左右她的人生 萨姐直接将人拒之门外 就在这时一辆豪车停在两人面前 夫妻两一看是燕潮的秘书赶紧上前套近乎 罢面玲珑的陈秘书客气得不远也不近 顾夫本想叫她带自己一起进去 而老狐狸则装作没听懂她的暗示 随后淡定关上窗户 直接吩咐司机开车 缓步进入别墅 验太太呢 太太在二楼看书 看书恐怕又在研究如何抓住男人的心吧 或是离婚后怎样分得更多财产 然而推门就看到萨姐安静而美好 手里还拿着一本富有深度哲理的人间椅子 心想装模作样还挺像 随后开门见山提醒 简先生登门拜访很重要 我希望太太到时候不要讲话 萨姐头也没抬得应了声好 陈秘书有些惊讶 这女人居然没闹 就在这时庸人来报 简炳女士到了 她是简昌明什么人 简先生的侄女 知道了 你不起身迎接吗 燕朝不在 这里就有我当家 客人登门拜访 主人怎么能放低姿态 好像很有道理 怎么觉得她有点不一样了 燕太太 萨姐主人家姿态 简小姐请坐 咖啡还是茶 茶 一个不讨喜的气负 也值得我来试探深浅 反倒是这个陈秘书是个难搞的狐狸 原来陈总也在这里 可我小叔已经去燕市大楼等你 老狐狸怕萨姐应付不了 只能装作没听懂 简炳了然 这个草包居然连见人的勇气都没有 还让老狐狸陪同 燕太太气色不错 嗯 吃得好睡得好 老狐狸在一旁捏了把汗 她难道听不出这是嘲讽 特别是这个草莓格外的香甜 你要不要尝尝 简炳仿佛一拳打在棉花上 陈秘书也没想到顾雪仪会四两拨千斤 原来真诚就是必杀技 简炳再次出招 陈秘书先去燕市吧 好的 那我就不做赔了 萨姐起身 我换身衣服一起去 两人震惊 更是没想到她居然釜底抽薪直接KO 我根本没把你当对手 还是叫你小叔出手吧 简炳急了 还想试图道德绑架 没想到萨姐双手还凶向一旁吩咐 文家照顾好客人 燕二指了指自己 我吗 简炳更急了 因为那是出了名的脾气古怪 最是难搞的燕家二少 燕二没有招呼客人的经验 但是大嫂交代的事情 她一定会办好 你先坐 我去拿茶点过来 简炳还想说点什么 却被燕二拦住 陈秘书这才发现 不只是难搞的燕两 对这个大嫂言听计从 就连家里的庸人 也对她十分尊重 而她也变得更聪明圆滑 简直像变了一个人 男人只是随口问了一句话 就被女人一把揪住领带拽了过去 怎么样 怕不怕 随后小手一松 仿佛刚刚什么也没发生 男人扯了扯领带来 掩饰内心的慌乱 原来燕四根将近干 架进了橘子 萨姐直接将人揍了一顿 将二上门找场子 却拿着一盒草莓回家去 陈秘书非常好奇 顾雪仪是怎么处理 没想到竟是直接武力镇压 突然意识到哪里不对 他们不会也离得这么近吧 再想到萨姐这种角色容颜 哪个男人抵挡得住 瞬间觉得燕总头上绿油油一片 萨姐没空里她脑补 已经缓步进入燕市大楼 很快来到会议室面前 今天的商界大佬 此人不仅是商业巨头 还是燕朝的合作间好友 但她对萨姐却充满敌意 可还是忍不住告诉她 燕朝所在的地方很危险 虽然他们还没找到燕总 但线索表明她可能去了马里 陈秘书真诚地感谢简先生 而简先生虽然是朋友间的举手之劳 但看着毫无波澜的女人 瞬间有种难言的不爽 而萨姐完全忘了燕朝 就是她老公的事情 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默默聆听 好在这时陈秘书打破僵局 有简先生帮助和燕总自身的本事 我相信她很快就能安然而归 此刻我们能做的就是 稳住国内的局面 随后在两人的聊天中 萨姐才明白 因为老公的失踪公司内忧外患 而现在燕氏的子公司 保兴是个棘手的问题 不仅会亏钱 还有隐藏风险非常大 所以需要同样庞大的企业 来分担钱藏的风险 随后决定从江家和宋家下手 然而这两大家族和燕氏都不对了 只能请简家从中周旋 好在萨姐早就做了功课 很快便有了应对之策 因为她前世作为一品夫人 与王孙贵族交涉也不少 所以深知如何跟官家来往的门道 脑海中已经有了翻盘的预案 而她需要找到合适的时机一步步进行 她要向所有人证明 女人并不比男人差 而一旁的简先生见萨姐还在发呆 于是提醒她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而某人完全没意识到燕朝 就是她老公的事实 呆愣愣的说没有 关于燕总的消息燕太太 就没有想问的吗 萨姐想也不想的摇头说没有 简先生揉了揉额头 这女人完全不关心丈夫的死活 瞬间为燕朝感到不值 陈秘书见状赶紧出来打圆场 太太 我先让人送你回去吧 萨姐起身想了想还是停下脚步 我相信她会活着回来 简先生只是愣了一下 原来顾雪怡并不是不关心燕朝的死活 而是信任她有活着回来的能力 很快来到楼下 萨姐刷刷刷写下一句话 然后悄悄递给身后的陈秘书 男人这才想起 来之前跟她说过不要讲话 可也没说不让开口啊 随后拿出纸条一看 瞬间尴尬的挖出了三十一厅 原来上面写着 陈秘书 你裤子湿了 有茶字 而这一幕被刚出来的简先生看到 好家伙 这两人关系很微妙啊 燕总头顶貌似有点绿啊 男人以为大嫂只邀请了她一个人共进晚餐 没想到她将整个上流圈都邀请了个遍 原来这一切都是大嫂拯救公司的计划之一 只见燕二一边敲着黑板整理豪门的人物关系 一边标记他们之间的经济往来 燕二不解的看着大嫂 你要这些豪门的信息有什么意义吗 当然 而且还意义重大 随后拿出手机露出狐狸般的笑容 燕太太 有何贵干 十七号江先生有空吗 江二沉默 上次去燕家找场子 后来迷迷呼呼就带回了一盒草莓 外界已经揣测两家关系独一般 要是这次再过去 怕是整个圈子都认定江燕两家穿一条裤子 可是大嫂的盛事美颜不断回荡在脑海 好烦啊 去还是不去啊 最终心动打败了李治 既然打一巴掌就会给一颗填草 那我倒要看看他这次会给点什么 好的 那到实践 一旁的燕二不解 大嫂什么时候跟江二这么熟了 居然还专门邀请他来做客 不料下一秒 大嫂直接吩咐 按照这个名单邀请所有人参加十七号的晚宴 除了封家和宋家不要联系 如果有人问也不必回答 嗯 对了 今天的菜给燕四送去了吗 已经送过去了太太 燕二心里酸酸的 明明都是弟弟 为什么燕四就天天送饭 自己却什么都没有 而大嫂完全没有察觉到酸溜溜的某人 因为他要计划接下来的行动 那就是和夏太太一起去商场大嫂活 第二件大嫂刚从他这里套完信息 就抛下他走人瞬间不爽 我大哥还生死未卜 你就这么若无其事去扫活 你大哥失踪在外 你也若无其事的去玩极限运动 他回不来我就和他一起死了 不好吗 大嫂一把推开小屁海 你要是早这么说 当初我就坚定不松手 随后聊动胸前长发瞬间风情万种 会有八卦记者拍我吗 当然会 等等 这是你的手段 为了让外界明白燕家一切如常 没有任何动荡 还有17号的宴会 你特意邀请江二 也是为了让外界以为江燕两家关系匪浅 萨姐回眸一眼万年 你觉得呢 燕二看着大嫂离开的背影久久无法回神 顾雪怡到底想做什么 而另一边的江二此刻正郁闷不已 将近当下楼找吃的就被吓了一条 二 二哥 你怎么大晚上不开灯啊 怪吓人的 咦 您老心情不好吗 随后拿起桌上的邀请函 这不是燕家的邀请函吗 好像除了封家宋家 整个上流圈都收到了邀请 可燕家不是和我们家不对付吗 江二气的额头跳了跳 这女人邀请了我 又不只是邀请我 特喵的 纯拿老子当枪使 而另一边的当事人正豪爽的买买买 老公失踪在外生死未卜 而妻子却在商场疯狂购物 可老公看着天价的购物清单 不仅不生气 反而觉得老婆这样才正常 原来这一切都是萨姐特意做给别人看的 因为丈夫的失踪 所有人蠢蠢欲动 而他就是要让外界认为燕家一切运转如常 更是给人一种燕朝即将回归的错觉 就连原主的塑料姐妹也这么认为 大老远就听到她的声音 给我拿杯冰咖啡 现魔加两颗糖 萨姐冷冷贴了一眼 此人正是原主名义上的好姐妹 而原主曾经为了挤入上流社会 没少在这人面前低声下气 哟 你今天怎么没化妆 萨姐随手将奶茶扔进垃圾桶 头也不抬得回了个篮 你怎么落魄的喝这种垃圾饮料 莫不是看了新闻太伤心 什么新闻 就那个十八线小明星说怀了燕总的孩子 假的 明星上位的手段而已 走吧逛街去 好业我今天要疯狂买买买 不疑会燕朝的手机瞬间被短信罢评 就连一旁的兵哥哥都择死了 颤抖的数着后面几个铃 而当事人燕朝却不以为意 老公赚钱老婆花本来就天经地义 而另一边的塑料姐妹简直羡慕极度恨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通通包起来 咦 夏太太你怎么不买啊 虚假姐妹嘴角抽了抽 总不能说好货都被你扫空了吧 萨姐姐目的达成灰灰小手 丢下一脸抓狂的女人就浩浩荡荡的离开 夏太太简直无了的大雨 不帮她买单就算了 居然敢丢下她一个人 很快燕太太亮相经验全场 星光扫货收获颇丰的新闻 成功冲上热搜版第一 更有人统计燕太太一小时 扫了几千万的货 谁说燕家不行了 脸疼不疼啊 这就是被蒋梦绿了的那位燕太太吗 大美人了 燕总早就和顾雪怡离婚了 居然还有脸顶着燕太太的头衔 邀请各大豪门 脑子是个好东西带着也不中 卧槽 那什么玩意儿居然敢骂我大嫂 燕二蹲蹲蹲直接换上小号 亲自下场开丝 居然还有人说蒋梦燕压顾雪怡 那请燕压十个顾雪怡的蒋梦小姐 出来走两步 这边轰轰烈烈 而另一边燕四正盯着保温和发呆 四少 你家里人对你真好每天都给你送吃的 是啊是啊 天天有人惦记你 关心你这种滋味比什么都真鬼 哪像我爸妈 就连我现在独己年纪他们都不清楚 就在这十叶二口袋里的电话响起 听女佣说你今晚要出去玩 不回家了 嗯 有什么事吗 好玩吗 要不带我一起去玩玩 叶二一将 那都是几个富二代跟一群嫩魔玩游戏 要是大嫂真的过去 天呐 想想就可怕 叶二害怕的狂甩脑袋 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 你别过来我马上回家 四少你真的不去了 去个屁 他要是敢去玩 大嫂就敢去收拾他 很快回到家里 叶四一把将书包扔在沙发上 哟 你还真回来了呀 你听到顾雪仪给我打电话了 就在这时同学催促的电话响起 他害怕得赶紧挂断 嘿嘿你居然也有害怕的时候 你不用去剧组吗 不想去 巧了 我也不想去 他们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却因为大哥的媳妇粗意大法 庸人们见怪不怪只能装作没看见 突然一阵脚步声响起 萨姐从楼上缓拨来 太太 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瞬间就被按了下去 萨姐举起手里的酒杯 难得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饭 值得举杯庆祝 兄弟俩听话的举杯 仿佛刚刚的互不相让都是错觉 最终还是厌丝安耐不住 你真的要举办宴会吗 嗯 邀请函都发出去吧 宴会不是小事 到时候你控制得了场面吗 还有场地 酒席 我家里的事情值得鼓励 不过你应该相信我 诺 他就相信我 被点名的燕二猛的咳嗽几声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明明 明明想看你会不会搞砸 是吗 那你呢 今天本来要去玩什么 没 没什么 哦 我可能知道 燕文家 闭嘴吧你 晚餐就这样愉快的吃完了 就连女佣都觉得不可思议 两个少爷居然能心平气和的坐在一起吃饭 与此同时 燕是晚宴火速登上热搜 只有我一个人照着燕会名单一个个搜了吗 真的是大佬云集 还是个大美人 却被蒋粉吵到地心 众人纷纷要求蒋梦和他的粉丝滚出来道歉 更有精神小伙表示 其实燕太太也不惨 毕竟燕家的钱都能买下一个小国了 如果燕总真的回不来 家产大半都是归燕太太吧 嘿 是哦 突然觉得嘴里的瓜子不香了 眼看舆论发酵的越来越厉害 陈总 需不需要集团出手 陈于锦朝顾雪仪的方向看了一眼 不必 我相信他能处理 而此刻的当事人正挑选着晚宴要穿的礼服 燕请四方 当家主母必须穿得郑重些才行 可惜不能穿我的官服 这个时代的衣服太难选了 陈秘书看出她的纠结缓步而来 太太没有看中的吗 嗯 我想应该请一个造型团队 好的 我这就去安排 而另一边的某国际机场 女孩拖着82年的行李箱 然后有兴趣的看着今天的热搜 突然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四处张望 再看到女孩时瞬间没开眼笑 女孩正是燕家的三小解验文书 她非常有底气 是我怀了燕朝的儿子 顾雪宜又不肯见我 这件事总要解决的 不是吗 而且你回国不也是为了这件事 那就去吧 两人对视一眼 计划马上就要成功了 那个燕小姐 梦梦的礼服 这点小事也指望我来帮你 没别的事你可以走了 蒋梦无奈只好拨通了曹家业的电话 她无论如何都要咽压顾雪 而另一边简柄正调查她跟曹家业的关系 说吧 什么事 是我老公曹家业的事情 又是跟哪个女演员搞在一起了 这个女星叫蒋梦 家业公司的艺人 我去年就听到一点风声了 可现在铺天盖地的新闻 都说她怀了燕总的孩子 所以我也糊涂了 是不是自己调查出了错 简昌明眸色暗了暗 突然将图片放大 你知道顾雪宜为什么办这个晚宴吗 是为了让人知道燕家的近况 化被动为主动达到她的某种目的 那铺天盖地的新闻也是她的故意为之 你要是想知道蒋梦的事 不妨去问顾雪宜 对了 那天你留在燕家 觉得顾雪宜是个怎样的人 她是一个和传言完全不同的人 无论是霸道的江二 还是老狐狸陈秘书 就连喜怒无常的燕二 都对她不一般 即使是蒋梦那种货色 也不敢在她面前放肆 嗯 突然有点期待今天的晚宴了呢 老公在外生死未卜 妻子却在家宴请她的兄弟和秘书 更是引来一众媒体疯狂拍照宣传 萨姐画着精致的妆容缓步进入会场 如同落入凡尘的仙子美艳不可放物 并主动上前帮忙提起裙摆 等回过神来便发现自己愉悦了 心中不由的一惊 自从上次和顾雪宜有过近距离的接触 她整个人都不对劲了 不等大脑反应身体已经本能的做出了选择 而另一个当事人却跟江二热情的打着招呼 江二受宠若惊 愣了两秒半才回神说了的好 随后偷瞄惊艳且不自知的某人 这就是所谓的甜枣吗 紧随其后进来的将近也完全不敢相信 面前的美人就是当初那个拿皮带抽自己的人 顾姐 不 大大嫂 此话一出瞬间带歪了一众宾客 大嫂 什么情况 江少为什么叫燕朝媳妇大嫂 难道江大少跟顾雪宜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 将近这才反映事情大条了连连白手 不不不 不要误会 我就是随燕文板叫 人群瞬间炸裂 江少跟燕少 难道是那种关系 手里的相机咔嚓咔嚓声怕错过这个豪门密信 你们不要想歪了我就是随同被叫 卧槽 特喵的越喵越黑完全解释不清 一旁的萨姐却面不改色 转身迎接进门的宾客 简先生晚上好 您往里面请 依旧笑叶如花美艳动人 众人一时间分不清他对江家和简家谁更亲近 一些有身份的人瞬间高看他一眼 这就叫端水的艺术 顾雪宜把主人家姿态拿捏得恰到好处 不仅落落大方丝毫不切 还给人一种被重视却毫不谄媚的气场 萨姐见两个重量级的大人物已经到场 便转身进入宴会 所以没看到一旁挺着大肚子的粉毛绿茶 他以为今天盛庄出席肯定能咽压那个气负 没想到小丑竟是自己 一旁的燕文书越看越来气 愣着干什么 走啊 粉毛绿茶瞬间露出职业假笑跟在后面 你想做燕太太 没 我没有 没有 你会拿孩子当筹码跑到我面前想办法 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 就算顾雪宜不配做我大嫂 那你就更加不配 粉毛绿茶气得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 他今天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让燕文书逼着顾雪宜扔下他肚子里的孩子 而另一边的顾雪宜此刻正被姜二拦住 你就这么把我姜家和燕家绑在一起 总要给我一点甜头吧 眼看两人越靠越近 不远处的陈秘书和简先生瞬间警觉 眼刀恨不得把姜二这狗男人刺穿 甜头啊 那把宝心的项目分你可好 切 我又不傻 那个项目都亏了好几个亿了我要来干嘛 萨姐面带微笑淡定从容 姜先生会需要的 姜二都被气笑了 别特喵的陈于锦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燕朝都搞不定的烂摊子 你个女人就别掺和了 萨姐知道一时半刻姜二不可能接手 于是云淡风轻递给她一颗草莓 试试比那天的草莓更好吃 姜二不由的咽了咽口水 瞬间想起那天萨姐送她草莓的场景 老脸红了又红 远处谈话的两人一直用余光看着这边 眼见情况不妙赶紧过来 两人心照不宣的把顾雪宜和姜二隔开 突然一道嚣张的女生传来 顾雪宜出来我们聊聊 她谁啊 燕家三小姐验文书 来人咬牙切齿 这女人居然敢假装不认识她 还有哥哥的秘书和朋友 什么时候成了顾雪宜的人 老公跟男人跑骂 妻子却为她撑起整个艳势天下 可小姑子竟带着小三逼大嫂滚蛋 只因她以为小三怀了她哥的血脉 萨姐冷冷地瞥了一眼 她谁啊 燕家三小姐验文书 你老公同父异母的妹妹 居然知乎我的名字 我还以为是哪个没教养的小丫头 混进来蹭饭吃 粉毛绿茶巾的下巴都快掉地上 可不能光做别人家孩子 顾雪宜你居然敢骂我 就不怕我哥跟你离婚 萨姐双手还凶缓缓逼近 这小丫头不仅嚣张还有点蠢 陈秘书顿时觉得心有灵犀 确实有点蠢 燕三气的咬牙切齿 大哥的朋友和秘书怎么都听顾雪宜的 萨姐见众人议论纷纷不想她继续丢人现眼 随后将人带到会客厅 你很生气 可我也很生气 谁管你生不生气 我没想到你竟然连燕文摆一个小孩都不如 燕家丢的脸还少吗 如果我做错了事 别人只会说顾家没把我教好 可你做错了 别人只会议论燕家上下都没教养 李氏这么个礼 可 可讲梦的是不能不解决 他肚子里还有我大哥的孩子 如果他真的死了 那孩子就是我大哥的姨父子 泽泽 平常没见你们兄妹情深 现在却宝贝其他的孩子 你懂什么 那个孩子很重要 我也很讨厌那个粉毛绿茶 比讨厌你还要讨厌他 但是我大哥的孩子很重要 那我还要谢谢你了 燕三不知道他谢什么 当然是更讨厌蒋 我可没夸你的意思 你不知道这个孩子的重要 就算我们家在一起 也没有大哥的基因好 只有他的基因才配继承燕家 你肯定会说燕家又没皇位要继承 可燕家手里握着的东西太多 不可能给大哥以外的血脉继承 你们确实比你大哥要蠢一点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虽然大家的基因都不一样 有些人生来就是天才 有些人却只是普通人 可你应该弄明白蠢是可救的 只要努力让自己发光发热 别自暴自弃做蠢事 天大地大总有一个地方可以生根发芽 好了我该下楼了 想清楚再过来吧 转身却发现陈秘书一直候在门外 如果发现燕三订购国外机票 就立刻帮他取消 太太是想把三小姐关在家里吗 不是留在国内 毕竟燕文书脱离燕家太久 心机城府实在太浅 还是先放在身边调教一下 萨姐笑叶如花 这样的小事 我相信陈秘书肯定能轻易办好 陈秘书撇撇嘴 真是毫无技术含量的糖衣炮弹 萨姐转身进入会场 看到人群中看过来的姜二 萨姐隔空举杯 姜二瞬间小鹿乱撞满脸通红 另一边陈秘书正出李燕三流下的烂摊子 那个女人手里有邀请函吗 既然没有 那不是很好处理 手下瞬间会议 转身拦住粉发绿茶 这位小姐 请你离开 你们凭什么赶我走 我可是未来的女主人 话没说完一只大手捂住她的嘴巴 保安大哥手脚麻利的拖着就走 就这货色给大嫂提鞋都不配 居然在这里叽叽歪歪 晚宴过后大嫂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 却发现家里空荡荡的 这才想起燕文家还在剧组拍戏 随后拿起手机 陈秘书衣服脱到一半就听到手机又响了 太太有事 你有李岛的电话吗 有 短信发给你 陈秘书闭了闭眼 顾雪怡还真把她当工具人使唤了 萨姐早已累瘫在床了 然后两个人就拿着手机不说话 也不挂电话 陈秘书听着那边的呼吸不由的心跳加速 女人深夜给老公秘书打电话 问他要另一个男人的电话号码 陈秘书痴迟的听着女人的声音 今天辛苦了 陈秘锦身体一僵 辛苦吗 好像很久没人关心过她是否辛苦了 不等她回应就听那头嘀嘀的道了声晚安 随后对面便挂断了电话 陈秘书摘下眼睛露出了痴痴的笑容 随后在心里轻声应了一声晚安 而另一边的顾雪怡拿到号码后 发了一条短信给李岛 希望她多照顾艳文家 要是发现她有任何异常举动 一定要及时通知自己 顾雪怡安排好一切后疲惫起身 随后缓缓脱下繁重的礼服 很快传来浴室花花的水声 这时艳四刚回家就被艳文书挡住去了 你去宴会了 几点结束的 九点半 这么早 还不是顾雪怡说她要早睡 因为要早睡 是吧 不是我一个人疑惑震惊吧 看到你这呆呆的迷惑表情 我终于平衡了 这么不靠谱的要求 简先生和江二还有陈秘书 居然都听顾雪怡的 竟然真的在九点半准点散场了 艳四满脸担忧 喂 你去找顾雪怡吗 此刻大嫂刚洗完澡就听到敲门声 她一边擦拭头发一边打开房门 嗯 什么事 女人如出水芙蓉般美丽 头发还滴着点点水滴 艳四咽了咽口水瞬间满脸羞红 连忙别开头 没 没事 真没事 那我吹头发去吧 艳四被过身小声询问 那个 艳会 顺利吗 很顺利 嗯 懂得关心人了 有长进 艳四脸更红了 她这是在夸我吗 还从来没有人这样夸过我 你等我一下 去拿个东西 她干嘛把手藏到背后 嗯 她不会 不会又拿皮带准备抽我吧 把手伸出来 诺 这是奖励 奖励 给我的 艳四正正的看着手里的猩猩凶章 这是她第一次收到奖励 随后攥紧手里的奖励小脸微红 而另一边的影帝根本没心思拍戏 一会儿看看大嫂有没有发信息 差点摁死在水里 再看到下面帖子 艳文家差点气死 大嫂不仅亲自出去接姜二 还特意拿了颗草莓给姜二吃 哼 自己都没有吃到过大嫂弟的草莓 再看到后面居然有人扒出 当初姜二的弟弟跟艳四打架 姜二上门要说法 结果走的时候带了一大包草莓 这次宴会还特意送草莓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我是觉得这个CP有点好吃 更有人说在一起 毕竟艳总和蒋梦早就有一腿了 艳四反手就给她来了举报 这种乱组CP简直太讨厌了 那个女人才不会喜欢姜二 男人在非洲枪林淡雨 可妻子却拿着她的付卡疯狂购物 而这滴滴滴的扣款信息 却成了男人炮火日常的甜蜜 萨姐转身进入冰淇淋店 很快老公就收到11元扣款 想象着妻子轻咬一口画面 瞬间融化了炮火带来的所有疲倦 萨姐吃着第99个冰淇淋 店员询问她是否需要再次兑换积分 下次吧 等家里的孩子表现好了再换 而她口中的四公主 此刻正如获之宝地捧着大嫂送的徽章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奖励 也是第一次有人给予她肯定 整个人拿着徽章臭屁的不行 我突然很想知道 要是满大街的小屁还拿着同款徽章向她炫耀 四公主会不会哭着向大嫂撒娇 很快萨姐回到家 陈秘书卡着点来找她 先生您喝点啥 来杯冰咖啡加奶茶 萨姐双手撑着小下巴 我们来聊聊保新的项目吧 太太对这个感兴趣 萨姐小手托着塞 认真且严肃 厌室不能倒闭 因为我过不了贫穷的生活 一个子公司而已 就算倒闭也影响不到厌室根基 我只相信眼睛看到的东西 陈秘书狐狸也迷了迷 也许她能创作另一个奇迹 等一下我跟简总会去保新 太太可以和我一起 毕竟巡视厌家产业是您的合法权益 好吧 这是个不错的想法 正好午饭时间到 厌家食堂有什么值得推荐的食物吗 随后两人来到食堂边 陈秘书把好吃的都介绍个遍 哇 老板娘爱 没想到本人比电视上美这么多 难怪陈总亲自当向导 这也太有排面了吧 有方便携带的特色小吃吗 当然 太太这边请 很快简总开车到楼下 萨姐随手递上小纸包 简先生下午好 这是厌家食堂的特产小吃 您可以尝尝 男人心中一暖 这东西倒是独特 感谢厌太太惦记 则则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她在送礼物这方面很有天赋 简总不缺钱不缺事 反而是这种不带目的的小东西更显心意 有一种时刻被人惦记的友谊 三人转身上了楼 突然一阵电话铃声催得紧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燕太太不好啊 我们刚刚发现 二少的助理在网上订了苹果的跳伞票 萨姐挣了正心神 这倒霉孩子又忘了上次的教训 女人正准备去视察公司财务 就接到小叔子要去死亡苹果跳伞的通知 可随着老公失踪的时间越来越久 各方势力早已安耐不住 萨姐本就焦头烂额忙到深夜 却还要给燕家那几个小魂球收拾烂摊子 陈秘书心疼的望着这个聪明而坚强的女人 太太不用在意 二少失踪是常识 她要去苹果跳伞 苹果 从一万一千米高空往下跳 确定不是作死 听说上个月还有五名游客差点死在那里 文言简昌明瞬间涌起一股无名怒骨 我这就让保镖去把那小子抓回来 不用 这孩子天生反骨 要是这么简单粗暴就能解决问题的话 那我不如把她直接扔平鼓里摔死 她以前是这样的吗 陈秘书满脸宠溺早已见怪不怪 萨姐气冲冲的下楼 很快几人来到宝心门口 萨姐闭眼搜索着原主的记忆 裴立心 宝心的负责人 她的丈夫是燕朝的书工 可惜原主和她没有接触 所以不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很快到达会议室 一群员工早已等在那里 黄毛瞬间眼前一亮 陈总好 随后静止越过顾雪宇 哎呀 这不是简总吗 什么松把铃吹来了 实在是令我们同地生辉啊 萨姐挑了挑眉 低劣的下满威 陈秘书礼貌的打了个招呼 随后表示她只是陪太太过来瞧瞧 黄毛没想到 陈总居然对顾雪宇这么礼貌 瞬间露出职业假笑 呵呵 原来是太太想过来看看 可太太来看什么呢 这里既不制造化妆品 也没有首饰和包包 恐怕没什么好让太太逛的呢 萨姐眼神瞬间灵力 这难道不是燕家的产业 当然是 随后缓步上前气场全开 那我是谁 黄毛吓得连连后退 燕 燕总的太太 萨姐气场两米八 那我有来这里看的权力吗 黄毛笑容将在脸上 这个女人什么时候变得这般咄咄逼人 仿佛比面对燕朝时还吓人 这就对了 哪怕这里是造火箭的 我要是哪天想过来看看 那也看的 黄毛紧咬后槽牙 却不得不摆出一副讨好的笑脸 去把财务记录拿过来 我要看账单 泽泽 果然是个一窍不通的笨女 这就比较好对付 不好意思啊 太太 这个不能随意拿出来 不仅是我们 连您也要坐牢的 那你们有什么事可以给我看的 工程计划书吗 嗯 抱歉 那个也不行 萨姐双手还凶 洋装不悦 这也不行 那也不许 你是不是故意针对我 现在立刻带我去仓库 这女人搞这么多 感情是来我这里过太太 丈夫还没死 竟是提前跑来清点燕朝的遗产 好 我带您过去 陈密书见一切按计划进行 果然这两位大人物是被迫陪她来 对付这种愚蠢的女人 随便糊弄糊弄就行 明明规定只能白天跳伞 可男孩却非要晚上去 只因她觉得夜景会更美 急得大嫂连夜赶过去 直接一脚把她踹下直升机 特喵的 想死老娘成全你 本来老公失踪 公司正面临倒闭 而且问题明显就出在高层 所以萨姐此刻正与负责人周旋 太太 这里就是仓库 看这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箱子 萨姐对艳势集团的庞大又多了一份认知 还好之前查阅了保新的资料 从而知道公司的主要经营 便是承接来自官方的大型基建项目 可想而知里面的谁有多深 一旁的女人见萨姐走马观花的乱看 瞬间安定不少 这个仓库陈秘书和简总不能看 但顾雪仪可以 因为她看不出问题 也带不走东西找别人看 所以不会暴露任何秘密 走吧 这么快看完了 果然是个花瓶 恐怕连集装箱上面的字都不认识 更别说霍里的秘密 陈秘书走了 还要去庆贺看呢 陈秘书和简总早就被他们闹得烦不胜烦 这时萨姐的声音简直是天籁 两人立马起身 萨姐眼神适宜 简先生就不用一起去了吧 男人立马接到信号 燕巢不在 我得替他护着点燕太太 两人精湛的演技 很快骗得敌人放下戒心 果然是来清点燕巢的遗产 那就没必要担心 随后笑容满面的将他们送下了楼 跟简先生告别后 陈秘书忍不住提点 那个女人不麻烦 麻烦的是躲在她后面的老乌龟 这个事不解决 燕家这笔生意就做到头了 不过太太也不必担心 回头就见完全没再担心的某人 呃 还是一如既往的有主见 喂 李导 我现在过去 去剧组 那我送你 脱口而出才意识到自己太过积极 没想到顾雪仪直接说好啊 呃 理所当然的顾雪仪也比以前可爱 很快来到剧组 李导着急忙慌的迎了过来 哎呀 燕太太您终于来了 这是跳伞点的负责人 在哪里跳伞 给我准备一份 我也要跳 陈秘书一把拉住她的手 你疯了 手上的青筋显示着她此刻的着急与害怕 你不能去 这太危险了 而另一位当事人正惬意的泡温泉 看着凌晨一点的跳伞闹钟 男人才缓缓起身 很快准备完毕 她兴奋的坐上直升机 美丽的夜空变得触手可及 果然 亭谷的夜景比白天更美 深吸一口气 教练 我准备 好字还没说完 突然被一只小脚狠狠地踹了下去 猝不及防的失重感 瞬间洗满整个大脑 心跳顿时升到顶点 啊 卧槽啊 不带这么玩的呀 男孩每天凌晨一点 都会跑去死亡峡谷跳伞 可大嫂不紧不劝阻 反而穿着睡衣陪她一起跳了下去 然而就是这一夜 男孩再也不敢提跳伞两个字 就在刚刚 男孩张开双手正准备跳下飞机 不料背后突然被人狠狠踹了一脚 啊 卧槽 谁特么不讲武德 想要谋杀帅哥 就在这时 突然伸出一只小手 死死地拽住他背后的安全措施 就这样 燕二如同小鸡一样被人拎在半空 直到降落伞成功打开 他才恍恍呼出一口气 随后害怕地睁开一只眼睛 正准备向教练表示感谢 回头却发现大嫂绝美的身影 燕二震惊得就像燕二 你怎么敢 这里可是一万一千米的霞 搞不好会死人的 大嫂没空听他嗶嗶刀 因为降落伞正在奇怪地往下掉 随着降落伞晃晃悠悠落地 燕二才敢大口喘气 你怎么会和我一起跳下来 因为我叫他们把你踹下飞机 可他们不敢 所以 我只好亲自动手 燕二瞬间没爱了 果然是大嫂 人狠话不多 看样子还没进行 要继续吗 燕二嘴角抽了抽 嗨 来嘛 可心中却不服输的较劲 好啊 谁怕谁 就在这时 萨姐看到一旁傻愣愣的陈秘书 小手在他面前晃了晃 陈秘书 你怎么了 现在都凌晨了 你不回去吗 男人这才从震惊中回神 耳朵在认真听 脑子却停留在萨姐张开双臂 急速下坠的身影 一瞬间 大脑和灵魂如同被分成了两半 仿佛自己也纵身跳下般的刺激 他是那么的肆意而张扬 如同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 这强烈的视觉冲击 瞬间击中陈雨景的心灵 心跳疯狂加速 热血直冲头顶 那种高度紧绷的危险感还笼罩心肩 面上已经失去表情管理了 那什么 我不回去 没看见你安全到家 我就算回去了 也会焦虑不安 既然不想回去 那你就去车里等吧 这里太冷 别着凉了 陈秘书想要叫住他 可大脑却冒出其他想法 他试图说服自己 你没有权利去管他 也不应该去管他 而另一边的燕二 又被愉快地踹了下去 就这样 接着上去 接着踹 终于 燕二忍无可忍 死死巴住舱门 姐 燕二生无可恋 直接选择摆烂 算了 就这样吧 随后脑海中回荡着这些年的冒险 不管是深海潜水 还是徒步穿越沙漠 更甚至是 独自去雪山与熊二亲密接触 可无论他怎么冒险 都无法从中感受到生命存在的意义 他从来都是孤独的 而今天 第一次有人和他一起 不畏生死 只是陪在他的身边 此刻 胸中的愤怒和冷意 瞬间有了消散的出口 再次睁眼 屏股的夜色显得越发美丽 随着第一缕阳光缓缓升起 如同温暖拥抱着大地 顾雪怡 太阳要升起来了 而那抹温暖的光 仿佛迎接着他的心声 很快降落散滑行落地 小脚踩在地面的踏实 他终于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还玩吗 不玩了不玩了 夜二头摇得像波浪鼓 我严重怀疑 你就是想找机会踹我 那可不 多踹几次 让你一次爽得够 如果还觉得不够刺激 你可以试试 从屏股最高的那个山坡上 直接跳下去 一摸微笑 好吧 那我们回家 我在车上等你 要是三分钟没见到你 我会认为你对这里恋恋不舍 那我便舍命陪君子 直到明天的太阳升起 男孩吓得一击灵 害怕得抱住弱小的自己 知道了 我立刻马上回家 再也不玩跳伞了 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没有早点拿皮带抽小树子 男孩明明是星途璀璨的顶流影 可他却偏偏把生命当游戏 而萨姐为了体验他的体验 竟然提前三个小时来到死亡峡谷 就是为了同他一样 不断感受跳伞带来的恐惧 然而等他跳了九九八十二次 才发现自己早已动得全身冰冷 突然一个水杯递了过来 喝点热水暖暖身子 萨姐双手捧住杯子边缘 慢慢的喝了一口 瞬间 一股暖流游过全身 你的脸色看起来不是很好 我以为你天生胆子就大 原来太太也怕 你说这个呀 我穿的太少了 跳下来的时候 冷风兜头迎上来 动得脸深横 随后伸长了脖子 微微靠近 你刚刚说也怕 所以陈秘书怕跳伞吗 陈雨景小脸微红 腿边的大手无措的抓紧 他这副充满好奇的少女模样 令陈雨景心脏不受控制的加速 掩饰性的推了推金丝眼镜 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 咦 陈总也在呀 是的二少 我一直都在 第二枚猫拧的都快打架了 拉开车门就坐了进去 你有话要说 没有 回家 心里却早已将陈雨景骂了遍 有个多余的人在 还说个屁 而陈雨景明知道他有话说 但这会子 他就是不想给别人疼地方 既然不说 那就憋死他吧 萨姐坐在两个美男中间 悠哉悠哉的喝着茶 而燕二的眼刀都快甩到天上了 陈雨景则微眯狐狸眼 轻轻松松格挡 很快来到燕家别墅 说吧 什么事 你 你三个小时以前就到了死亡霞 不仅去训练了 还跳了很多次 为什么 因为没跳过 萨姐说的是实话 在古代哪里会有这玩意儿 而燕二却以为 大嫂都是为了他才这样 顿时 整个人都陷入了焦躁中 我问的不是这个 我问的是你为什么到屏谷来找我 又为什么挑那么多次 萨姐盯着她的眼睛 语气柔和 要去评价你玩的东西 当然应该先去体验过 才有资格评价 燕二呼吸一致 从来没有人在乎过她 也没有人为了她做这些事情 她瞬间感觉 空荡荡的五脏六腑 缓缓蔓延着暖流 仿佛春暖花开 一切妙不可言 那 那你现在怎么评价 还怎么评价 可喵的 老娘骂你都是亲的 就应该拿皮带狠狠抽你一顿 燕二刚刚生机昂扬的五脏六腑 一秒倒流了回去 而萨姐懒得理智傍蠢 转身回房睡觉 困死了 再不睡觉要长痘痘了 可第二天刚醒来 就又遇到一个麻烦 只是跟小姑子打了个招呼 就吓得小妮子冷汗直冒 原来以前的大嫂 不仅不会主动跟她说话 就连骂她都是仁慈 甚至拿皮鞭抽她都是常事 呃 今天是碰到了一个假大嫂吗 看着我做什么 想说什么就说吧 燕四眼神闪躲 害怕挨揍 那那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 你认为呢 燕四瞬间警觉 她这是在考我吗 后悔没有一点用 你要想的是接下来该怎么做 燕四低着头不敢看她 我大哥不在 你就是燕家太太 我不应该带着那个女人去宴会闹事 更不该 纵容她搞逼宫的戏码 萨姐轻叹一口气 这小女子从小缺乏正确的引导 脑袋不仅简单 还蠢 她说什么你就信 你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吗 当时 石出紧急 紧急 难道你跑慢了 那女人肚子里的孩子就没了 说到底 她不过是拿你准了 你对我的厌恶和偏见 燕四腾的一下战起 我被人当强使了 好你个奖望 居然敢利用到我头上 随后拎起包包就准备去干家 我现在就去弄清楚 她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我大哥的 大嫂只是随意提点了一句 暴躁小姑子瞬间醍醐灌底 特喵的 粉毛绿茶居然敢拿老娘当枪使 看我不把你头发给转下一大把 一旁的大嫂笑了 淡定看着她往外冲 这年头 小姑娘总要自己去撞一撞南墙 才知道 不是谁都会捧着她 这小妮子大大咧咧 没有一点算计 也该出去锻炼锻炼 随后拿出手机 哒哒哒的编辑信息 很快陈秘书的手机响起 昨天辛苦陈秘书了 苹鼓的凌晨很冷 要注意休息 如果有需要 可以熬一些姜汤强身健体 陈秘书顿时眼神变得温柔 姜汤吗 没喝过 但可以试试看 而此刻的萨姐也没闲着 刚发完信息 就叫人准备一套笔墨纸验 她要尽快解决公司的事情 很快将仓库看到的一切罗列好 突然门被缓缓推开 燕丝随意扫了一眼 今天难得这么安静 燕文家那家伙终于进剧组了 天天跟我抢大嫂 讨厌死了 把燕文输的号码给我 大嫂突然出声 吓了燕丝一大跳 呜呜 大嫂怎么在家 刚刚怎么没看见 终于回神 赶紧把号码发了过去 萨姐正想问问那边情况 对不起 凌公教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而此刻的燕文输 正接到粉毛绿茶经纪人的电话 燕小姐 梦梦她想不开要自杀 燕文输牙齿咬得哥哥想 是吗 把地址给我 而另一边的粉毛件计划成功 赶紧商量接下来的套路 燕文输人蠢还冲动 只要你拿孩子做筹码 她肯定想也不想的 就会保护好你 这样 简柄对你是燕朝的情人 就深信不疑了 粉毛抱住弱小的自己 不明白自己 怎么就被骂上了热搜 梦梦不好了 燕文输居然骂你 距离演技没长进 生活里演技进步神速 我们昨天才发文 跟燕小姐是朋友 她转头就发文打脸 而且还配同 顾雪怡才是燕太太 粉毛绿茶气得差点流产 燕文输明明很讨厌顾雪怡 怎么突然又把她当大嫂啊 就在这时 一阵敲门声响起 燕小姐你终于来了 燕文输懒得听她嗶嗶 直接甩开女人冲了进去 想梦呢 出来 我这就带你去医院好好检查 随后一把将粉毛绿茶拖下床 在我面前演戏很有成就感 老娘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而一旁的经纪人不仅不阻止 还拿着手机使劲录像 只要剪辑一下 就能将局面换一个样子 燕文输顿时火冒三丈 一巴掌将手机拍飞 还敢偷拍我 老娘这就让你见识一下 阿尔为什么这样红 随后一把揪住女人的衣领 吓得一旁的粉毛绿茶呆愣在原地 想梦你傻站着干嘛 快打电话给那个人啊 很快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走了进来 哟 这不是曹总吗 你就是粉毛绿茶的肩负 燕小姐话可不能乱说 我只是听说有人骚扰我们公司的艺人 所以过来看看 这边两人剑拔弩张 而另一边的撒姐 见燕文书电话不接 短信也没看 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小妮子不会连粉毛绿茶 那种手段拙劣的人都搞不定吧 正好仓库的报表也做好了 不如去找陈秘书想办法 随后发信息询问陈秘书有空吗 我回到燕市一趟 陈秘书正喝着萨姐说的姜汤 愉快地回了的好 萨姐很快来到燕市大门 进门就看到简先生也在 简单打过招呼 萨姐也不把他当外人 陈秘书 燕家的手机安装了GPS定位吗 有是有 不过定位有没有被他们拆除就不知道了 你要找谁呢 查一下燕文书的定位 陈秘书转头对身后的助理吩咐 你立刻去 就在等待的时间里 萨姐拿出刚刚写好的仓库报表 瞬间惊验到两人 哇 燕太太也太厉害了吧 这次比我的练字帖还牛逼 而更震惊的是 她只去仓库看了一眼 就罗列出这么详细的库存报告 这也太逆天了吧 太太 三小姐的定位找到了 女人只是看了眼热搜 顿时感觉不妙 因为小姑子不仅发为国嘲讽讲梦 还让人将她骂上热搜 更是单枪匹马打上门 真是鲁莽 至少带两个保镖再去 随后放下手里的工作 陈秘书 有保镖能借我用一下吗 陈宇锦刚反应 简先生就先开了口 我的能借给燕太太 多谢 那麻烦陈秘书把讲梦的地址发给我 一旁的简先生尴尬 想梦 燕朝的情人 这是要上演正宫打上门 而陈宇锦并未多问 只是临走时 把自己身边的保镖都给她带了过去 而此刻的燕文书 刚收拾完粉毛绿茶 就看到她的肩膚也过来了 可不等燕文书开骂 男人却倒打一耙 怎么 燕家这是不想认账 特意叫你来闹这么一出 砰的一声 杯子砸了的吸水 好你个燕文书 就不怕简家的抱 且一个坠续也敢代表简家 就你这狗东西 也敢在老娘面前叫嚣 不仅搞大了讲梦的肚子 还敢嫁祸到我大哥头上 看我燕家怎么收拾你们这对狗男女 不过 你们这样简锐知道吗 看样子还不知道吧 可她很快就会知道了 纹烟粉毛绿茶瞬间慌了 一把抱住燕文书的腰 不能让她告诉简锐 否则我们都会一无所有 这时 男人也不再掩饰眼里的恶意 那就请燕小姐留在这里做客吧 燕文书吃笑 怎么 你们还想杀了我 就冲你这危险的想法 那等着你们的就不仅仅是身败名列 而是碎尸万段 看来燕小姐还没搞清状况 那我不妨教教你 港市那边 是怎么控制不听话的女明星 男人缓缓靠近 声音如丝 首先她们会往她的身体里注射药剂 然后给她们拍裸照 这样啊 她们急不会死 还会变成一条听话的狗 让她拍什么就拍什么 让她陪哪个老板就陪哪个老板 你敢 我大嫂不会放过你的 燕文书嘴上倔强 但她是真的吓到了 她从来没想过人心会这么坏 而她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懦弱的男人 她一把捏住她的下巴 恶狠狠地盯着她 你试试看 就知道我敢不敢了 很快燕文书不仅被绑住双手 嘴巴也被塞了一个球 完蛋了 大哥失踪 燕二和燕四也从来不关心她的死活 就连大嫂也不喜欢她 呜呜 我竟然糟糕到没有一个人会来救命了 燕小姐别挣扎了 很快 你就会爱死这种感觉哦 看着越靠越近的针头 燕文书瞳孔猛的针大 大嫂救命了 就在这时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可能是摄影师过来了 我去看看 顾雪怡 她怎么来了 再看到萨姐只有一个人 男人瞬间起了狗胆 嘿嘿 果然是皇城第一美人 既然自己送上门了 那就一起留下吧 随后换上一副和蔼的笑脸 淋了上去 萨姐懒得理会 燕文书呢 男人一边将门锁上 一边温柔细语 燕小姐在里面呢 好像跟蒋梦闹了点矛盾 所以我这个老板就过来瞧瞧 看有没有能帮得上忙的 嘴巴在嗶嗶刀 而她的手却悄悄地摸上了一个花瓶 燕文书着急地不行 可嘴巴被高尔夫球堵住 只能祈求大嫂赶紧跑 女人一把捏住恶巴的手 随后捡起地上的针 紧接着不挑地方的扎了下去 刚刚就是你欺负我家燕文书 男人吓得冷汗直冒 连连求饶 不是我 是蒋梦恨燕文书将他骂上热搜 所以才找人动了手 我是来救燕小姐的 人家就是人渣 蒋梦都怀了你的孩子 居然还将锅甩给他 萨姐面无表情地拔出针 随后缓缓推动里面的钥匙 液体顺着针头一滴一滴地掉落在男人的手臂 这冰凉的触感 吓得男人浑身颤动 燕太太不要啊 这个不行 你会害了我的 而且简约那么爱我 要是知道你这么对我下手 他一定不会放过你呢 萨姐吃笑 你说错了 简家和燕家结仇 是要看我放不放过他 随后一把揪住男人的衣领 拨通了简家的电话 很快那边传来简昌明的声音 还请简先生联系简锐 叫他来蒋梦这里一趟 就在这时 蒋梦捂着肚子浑身颤动 他一步步爬到萨姐脚边 燕太太 求你放过我吧 我和燕总没有一点关系 肚子里的孩子也不是他的 而且这件事本来就和你无关 你就放过我吧 萨姐眼神瞬间冰冷 我是燕家太太 她是燕家的小姐 你们将她绑架 还想注入听话水 你居然还敢说跟我没关系 我燕家的人 何时轮到别人这般欺负 闻言言闻书瞬间止住泪水 她在护着我 就像刚刚进门时 她会脱下大衣盖住我狼狈的样子 也会奋不顾身前来救我 更会像亲人一样的抱着我安慰 如今还要为了我得罪简家 可我以前还对她那么坏 就在这时 门被一把推开 简锐气喘吁吁的跑了进来 燕太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萨姐双手还凶没有半句废话 我要是你 要么与这种货色一刀两断 要么就一次整服 叫她吃一吃苦头 第一次犯错 就应该断她一条生路 再犯错 就剁了她的手指 简锐瞳孔猛的睁大 随后摇了摇头 她做不到 我跟她结婚十几年 如果就这样一刀两断 那不是说明我当年的喜欢太过凉价 而且她离开我就会和别的女人好 这不是惩罚她 而是成全她 萨姐见她只是不甘心 这十几年的青春错误 并不是无药可救 但是她换情人比换衣服还快 与其每天掏空心思 去找谁是她的亲情人 谁又怀了她的孩子 不如直接斩断祸根 你这样拖拖拉拉 只会苦了自己 要知道 她的痛苦是一时的 但你的痛苦却是永久的 你要是当真喜欢这样的男人 割舍不掉 那就断她生路 当做一条狗来养着也无伤大眼 话都说到这份上 你还要这般行事 就真叫人看不起了 萨姐随后转身吩咐保镖 先叫救护车 再报警 随后护着验文书 我们就先走了 你们留在这里 协助简小姐处理后续 而简锐此刻 还沉浸在以往的甜蜜中 她是真心的爱过这个男人 可是她一次次的背叛与伤害 实在是令她忍无可忍 简锐深吸一口气 也许大嫂说的对 这种男人 就应该折断她的翅膀 当做一条狗来养 她是九一少女的梦中情郎 却被大嫂揍得鼻青脸肿 啪的一声 皮带狠狠甩在地上 想要找死的方式有千万种 不给别人添麻烦是基本 老娘今天就教教你 什么是基本道德 啪的一声鞭子再次挥舞 小小年纪就觉得生命无趣 想要找到活下去的意义 便拿生命当游戏 也许某天 你就真的死在某个丛林 所有人只会觉得松了口气 没有人会缅怀你 甚至连送葬的人都觉得欢喜 这就是你要的结果吗 啪的一声继续挨打 有些人死了 他们称得上是活果 有些人死了 那就真的只是死了 脱下燕家的外衣 你算什么 燕二正主 是啊 这是我要的结果吗 我算什么 突然一道尖锐的声音响起 啊啊元哥 你的脸怎么肿成了这样 燕二这才从昨晚的记忆中回神 没事 化妆盖盖就行了 你是大明星 无数台高清摄像机疯狂怼脸拍啊 我不疼啊 我没戏 完了完了 元哥说话都不利索了 要不晚上的活动咱就不去了 燕二一把将过躁的经纪人推开 去准备 想到了顾雪莹 因为这女人自称怀了她大哥的孩子 立马点开手机 果然看到大嫂的声音 再看到下面的评论顿时脸色阴沉 哒哒哒的手指翻飞就开怼 我一直在想 演技这么烂还这么不敬业的人 是怎么被塞进剧组的 今天终于明白了 Bnet想梦热搜与曹家业本人 微博一经发出立马秒上热搜 经纪人抱着手机闪现 祖宗 你怎么就这样发博了呀 不知情的网友肯定会说你落井下石 撇关系撇得快呀 关我屁事 叶二头发一甩 又帅又转 随后喝着饮料继续吃着瓜 小手还哒哒哒的狂点 粉丝顿时炸开了锅 我哥为什么突然这么生气 难道蒋梦经剧组是曹家业塞的 蒋梦不仅演技稀赖 人品也差 天哪 骂蒋梦居然能收获我袁哥点赞 我超会骂 让开 我先来 叶二反手就给他们统统点了个赞 经纪人正要擦一下额头的汗 凑近一看差点吓得跳起 连哥你这是要带上九亿粉丝去骂蒋梦啊 他欺负我大嫂就该骂 臭不要脸的 而此刻的大嫂正护着燕文书准备去医院 虽然他赶到及时 但是去医院检查一下总是安心些 外面有记者 我先送你上救护车 外套等上了车再拿下来 随后来到警察面前 首先举报蒋梦 曹家业绑架 危害他人人身安全 其次怀疑他们贩卖为禁定 已经有不少人受害 最后表示 燕家会协助警方找到曹家业的卖家与上线 燕文书悄悄探出脑袋 看着大嫂有条不紊的解决所有问题 心里顿时升起了一团火焰 我想要成为大嫂这样的人 聪明果敢 肆意而张扬 最重要的是 还能暴打坏人 而此刻的坏人正跪在简锐面前痛哭流体 芮芮 你不能什么都听顾雪姨的呀 你忘了吗 17年前是我救了你啊 我是爱你的呀 芮芮 把她的嘴堵住 简锐疲惫的闭了闭眼 她已经被这些话捆绑了太多年 也许大嫂说的对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自己一味的忍耐 她才会肆无忌惮的随心所拟 从而仗着自己的喜欢为非作戴 然而事情还没完 如今热搜发酵这么快 要是处理不好 简家和燕家将会站在对立面 与此同时 正在上课的燕四也点开了热搜内容 刚开始还以为是大嫂和简锐起了争执 再看到大嫂居然上了救护车 燕四瞬间不淡定 她猛地站起 全班同学吓了一跳 这位同学 你又怎么了 燕四满脑子都是大嫂上了救护车 她是不是受伤了 一想到这个可能 她就心头狂跳不止 拽起书包就往医院跑 完全忽略了燕家千金被绑架的字眼 知道自己被荡枪使的燕文书上门找查 经纪人自认打不过燕文书 于是让蒋梦班救兵 收到消息的曹家叶赶到 听说有人在找我们公司艺人的麻烦 所以我来看看 燕文书根本不吃那一套 你就是蒋梦的尖夫吧 燕小姐这话什么意思 你这是诽谤 哦 我知道了 你们燕家不想认账 咻 没等曹家叶把话说完 一个瓷器砸了过来 曹家叶没想到燕文书一个女孩子 脾气可以冲动到这种地步 说砸就砸 燕小姐这样动手 简家恐怕会问你们燕家要一个交代 你倒是提醒了我 这是简锐知道吗 她不知道吧 不过放心我会告诉她 看她怎么收拾你们这对肩赋赢赋 蒋梦一听这话急了 要是被简锐知道 她就彻底完了 她扑上前拦住燕文书 快拦住她 不能让她走 燕小姐如果拿不到手机 又该怎么联系简锐女士呢 嗯 那就刘燕小姐在这里做客吧 怎么 你们还想杀了我 那等着你们的可不仅仅是身败名列了 而是碎尸万段 曹家叶却不为所动 以前港市那边 为了控制不听话的女明星 你知道是怎么办的吗 他们会给女星拍果仗 往她的身体里注射药物 这样 对方不会死 但却会从此变成一条听话的狗 让她干什么都得干 燕文书淡定的神情一点点裂开 你敢 你试试看 就知道我敢不敢了 此时顾雪怡也看见了燕文书转发的热搜 看样子燕文书还是太冲动了 她站起身 简先生和陈秘书先看 我得离开一会儿 陈秘书有保镖能借我用一用吗 这次是简销明先开了口 我的能借给燕太太 还有 麻烦陈秘书一会儿把蒋梦的地址发给我 蒋梦 这不是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那个所谓燕总的情人 燕太太借人是为了跟小三撕逼 此刻燕文书已经被曹家业等人五花大把 陌生青年蹲在他身旁 手里晃着针管 燕小姐 你会喜欢曹先生准备的这个礼物的 门铃再一次响起 门内曹家业和蒋梦目光紧闭 会是谁 可能是带摄像机的来了 我去看看 说着走到门前 透过猫眼望了出去 门外只有一个年轻女人 是顾雪怡 她怎么来了 可她盯着顾雪怡背后仔细看了看 发现没有带人来 女人就是蠢 反正都是要处理的 多一个也无所谓 曹家业按下门把手 打开了门 燕太太怎么来了 曹总 燕文书呢 在里面 她在讲梦这里做客 好像闹了点纠纷 我这个做老板的 过来看看怎么回事 走过玄关 燕文书听见了高跟鞋的声音 顾雪怡 怎么会是她来 不要过来 曹家业在顾雪怡身后伸手抓起一件瓷器 你看 被看管的燕文书发出呜呜的声响 想提醒顾雪怡注意身后 却无能为力 身后的曹家业 已经高高举起了手里的瓶子 顾雪怡冷淡的掀了掀眼皮 突然一个抬腿鞋踢 曹家业的大脑 被高跟鞋踢的嗡了一声响 还没等她有所适应 第二脚也紧跟着直朝门面而来 顾雪怡抓住落下的花瓶 用意砸向墙壁 发出清脆的声响 门外的一众保镖 听到信号一起冲了进来 屋内的几人被突然的变故惊呆 顾雪怡还有这一手 而此时此刻 曹家业靠墙而坐 只觉得脑子一阵嗡嗡作响 女人一把捏住恶霸的手 随后捡起地上的针 紧接着不挑地方的扎了下去 刚刚就是你欺负我家燕文书 男人吓得冷汗直冒 连连求饶 不是我 是蒋梦恨燕文书将他骂上热搜 所以才找人动的手 我是来救燕小姐的 人家就是人渣 蒋梦都怀了你的孩子 居然还将锅甩给他 撒解面无表情地拔出针 随后缓缓推动里面的钥匙 液体顺着针头一滴一滴地掉落在男人的手臂 这冰凉的触感 吓得男人浑身颤抖 燕太太不要啊 这个不行 你会害了我的 而且简锐那么爱我 要是知道你这么对我下手 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萨姐吃笑 你说错了 简家和燕家结仇 是要看我放不放过他 随后一把揪住男人的衣领 拨通了简家的电话 很快那边传来简昌明的声音 还请简先生联系简锐 叫他来蒋梦这里一趟 就在这时 蒋梦捂着肚子浑身颤抖 他一步步爬到萨姐脚边 燕太太 求你放过我吧 我和燕总没有一点关系 肚子里的孩子也不是他的 而且这件事本来就和你无关 你就放过我吧 萨姐眼神瞬间冰冷 我是燕家太太 她是燕家的小姐 你们将她绑架 还想注入听话水 你居然还敢说跟我没关系 我燕家的人 何时轮到别人这般欺负 闻言燕文书瞬间止住泪水 她在 护着我 就像刚刚进门时 她会脱下大衣盖住我狼狈的样子 也会奋不顾身前来救我 更会像亲人一样的抱着我安慰 如今还要为了我得罪简家 可我以前还对她那么坏 就在这时 门被一把推开 蒋梦气喘吁吁的跑了进来 燕太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萨姐双手还凶没有半句废话 我要是你 要么与这种货色一刀两断 要么就一次整服 叫她吃一吃苦头 第一次犯错 就应该断她一条生路 再犯错 就剁了她的手指 简锐瞳孔猛的睁大 随后摇了摇头 她做不到 我跟她结婚十几年 如果就这样一刀两断 那不是说明我当年的喜欢太过廉价 而且她离开我就会和别的女人好 这不是惩罚她 而是成全她 萨姐见她只是不甘心这十几年的青春错误 并不是无药可救 但是她换情人比换衣服还快 与其每天掏空心思去找谁是她的新情人 谁又怀了她的孩子 不如直接斩断祸根 你这样拖拖拉拉 只会苦了自己 要知道 她的痛苦是一时的 但你的痛苦却是永久的 你要是当真喜欢这样的男人 割舍不掉 那就断她生路 当做一条狗来养着也无伤大眼 话都说到这份上 你还要这般行事 就真叫人看不起了 萨姐随后转身吩咐保镖 先叫救护车 再报警 随后护着验文书 我们就先走了 你们留在这里协助简小姐处理后续 而简锐此刻还沉浸在以往的甜蜜中 她是真心的爱过这个男人 可是她一次次的背叛与伤害 实在是令她忍无可忍 简锐深吸一口气 也许大嫂说的对 这种男人 就应该折断她的翅膀 当做一条狗来养 她是九一少女的梦中情郎 却被大嫂揍得鼻青脸肿 啪的一声 皮带狠狠甩在地上 想要找死的方式有千万种 不给别人添麻烦是基本 老娘今天就教教你 什么是基本道德 啪的一声鞭子再次挥舞 小小年纪就觉得生命无趣 想要找到活下去的意义 便拿生命当游戏 也许某天 你就真的死在某个丛林 所有人只会觉得松了口气 没有人会缅怀你 甚至连送葬的人都觉得欢喜 这就是你要的结果吗 啪的一声继续挨打 有些人死了 他们称得上是活果 有些人死了 那就真的只是死了 脱下燕家的外衣 你算什么 燕二正主 是啊 这是我要的结果吗 我算什么 突然一道尖锐的声音响起 啊 元哥 你的脸怎么肿成了这样 燕二这才从昨晚的记忆中回神 没事 化妆盖盖就行了 你是大明星 无数台高清摄像机疯狂怼脸拍啊 我不疼啊 我没戏 完了完了 人都说话都不利索了 要不晚上的活动咱就不去了 燕二一把将过躁的经纪人推开 去准备 经纪人都快哭了 女主蒋梦被抓 男主又这样 燕二听到蒋梦两个字顿时想到了顾雪宜 因为这女人自称怀了他大哥的孩子 立马点开手机 果然看到大嫂的声音 再看到下面的评论顿时脸色阴沉 哒哒哒的手指翻飞就开怼 我一直在想 演技这么烂还这么不敬业的人 是怎么被塞进剧组的 今天终于明白了 Binnet蒋梦热搜与曹家业本人 微博一经发出立马秒上热搜 经纪人抱着手机闪现 祖宗 你怎么就这样发博了呀 不知情的网友肯定会说你落井下石 撇关系撇得快呀 关我屁事 叶二头发一甩 又帅又转 随后喝着饮料继续吃着瓜 小手还哒哒哒的狂点 粉丝顿时炸开的锅 我哥为什么突然这么生气 难道蒋梦经剧组是曹家业塞的 蒋梦不仅演技稀赖 人品也差 天哪 骂蒋梦居然能收获我原哥点赞 我我超会骂 让开 我先来 第二反手就给他们统统点了个赞 经纪人正要擦一下额头的汗 凑近一看差点吓得跳起 原哥你这是要带上九亿粉丝去骂蒋梦啊 他欺负我大嫂就该骂 臭不要脸的 而此刻的大嫂正护着燕文书准备去医院 虽然他赶到及时 但是去医院检查一下总是安心些 外面有记者 我先送你上救护车 外套等上了车再拿下来 随后来到警察面前 首先举报蒋梦 曹家业绑架 危害他人人身安全 其次怀疑他们贩卖为禁定 已经有不少人受害 随后表示 燕家会协助警方找到曹家业的卖家与上线 燕文书悄悄探出脑袋 看着大嫂有条不紊的解决所有问题 心里顿时升起了一团火焰 我想要成为大嫂这样的人 聪明果敢 肆意而张扬 最重要的是 还能暴打坏人 而此刻的坏人正跪在简锐面前痛哭流涕 瑞瑞 你不能什么都听顾雪姨的呀 你忘了吗 十七年前是我救了你啊 我是爱你的呀 瑞瑞 把她的嘴堵住 简锐疲惫的闭了闭眼 她已经被这些话捆绑了太多年 也许大嫂说得对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自己一味的忍耐 她才会肆无忌惮地随心所谓 从而仗着自己的喜欢为非作呆 然而事情还没完 如今热搜发酵这么快 要是处理不好 简家和燕家将会站在对立面 与此同时 正在上课的燕四也点开了热搜内容 刚开始还以为是大嫂和简锐起了争执 再看到大嫂居然上了救护车 燕四瞬间不淡定 她猛地站起 全班同学吓了一跳 这位同学 你又怎么了 燕四满脑子都是大嫂上了救护车 她是不是受伤了 一想到这个可能她就心头狂跳不止 拽起书包就往医院跑 完全忽略了燕家千金被绑架的字眼 女孩气冲冲地跑去干假 大嫂不仅不阻止 还让她下次多带几个保镖一起去 燕文叔嫩嫩地抓住被子不敢吭声 吃亏了吧 当真是连个大小姐都不会做 下次如果遇到这种事 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其次要上门要武扬威 必须多带几个保镖正常 我 我知道了 突然门被一把推开 男孩着急地大喊着顾许 萨姐疑惑地看着来人 你怎么在这里 今天不用上课 燕四见大嫂没事终于松了口气 我就是 就是顺路 随后小手扶着肩 我打球撞到腿 所以才来的医院 才不是特地来看你的 大嫂以为孩子真的受了伤 如是提醒她先去照个CT或X光 一旁的燕文叔看不过去直接开盹 我看她不像是撞到了腿 而是撞到了狗脑袋 燕四这才发现自家姐姐躺在病床上 你怎么在这里 燕文叔就很燕文叔 所以说揍弟弟要趁早 不然看得建奏不着就很气 萨姐见状赶紧转移话题 简家跟燕家交好 曹家业才不敢下死手 你又说什么傻话了 逼得两人狗地跳墙 我就是说了实话呀 对他们这种人讲出事实 就如同在戳他们的心窝子 燕文叔仿佛犯错的小孩搭拉着脑袋 那 那我下次不说了 燕四削苹果的手一顿 转性了 下一秒就收到老姐的死亡凝视 得 欺负弟弟是磕进了骨子里 萨姐见两人又开始了 只好把话题再次拉回正轨 没有让你不说 要戳别人的废管子 也要有嚣张跋扈的资本 随后搓了搓她娇嫩的小脸 仗是欺人都不会吗 对付坏人 直接叫保镖上去揍一顿就好 何必让自己陷入险境呢 我 我明白了 就在这时萨姐的电话响起 喂 你是 第二期的头发都死了 臭女人 连离岛的号码都存了 居然没存我的 如果不说话我就先挂了 别挂 我是燕文家 今天戏拍的怎么样 而点赞点了一整天的某人 回想起今天做过的幼稚举动 她为了帮大嫂出气 每一条骂讲梦的热搜 她都亲自点赞开丝 吓得经纪人头发都掉了好几根 我的哥呀 您这样开丝粉丝会脱粉回彩的 立马拿过手机查看 居然被惊得冷汗直冒 我没看错吧 怎么涨了六百万粉丝 比隔壁南向晚涨粉速度还牛逼 夜二无语 骂人怎么还带涨粉的呢 本想打个电话给大嫂臭屁一下 没想到她连电话号码都没存 自己安抚好自己 还是问出了一直担心的问题 新闻是怎么回事 你受伤了吗 没有 进医院的不是我 话还没说完就听到挂断的声音 既然知道新闻 她不关心燕文叔吗 一旁的燕文叔早已习惯 是燕文家吧 萨姐神情严肃 你要叫二哥 切 她算个屁 下一秒某种威压迅速蔓延 姐弟俩瞬间听话 很快回到家里 燕文叔缩在沙发上睡不着 大嫂不警救了她 还将坏人揍趴下 更是欣细地保全我的颜面 就像一个大家长 将一切问题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全身散发着令人幸福的魔力 我一定要成为像大嫂那样的人 而此刻的大嫂刚吩咐 庸人注意小姐的情况 随后就收到燕文家求表扬的信息 真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而另一边的燕二见大嫂信息迟迟不回 是我拍的不够多吗 肯定是这样 燕四都有大嫂送的奖励 我却连个回信都没有 不行 再拍两场 而同一时间 姜二正着急地拨着萨姐电话 她怎么进医院了 是不是受伤了 大嫂只是化了个妆出门 小姑子就以为她要跟男人私奔 燕文书快速拦在大嫂面前 陈秘书又来接你出去吗 萨姐看着小心翼翼的小姑子心中疑惑 嗯 参加一个宴会 有什么事 没想到小姑子顿时露出被抛弃的小表情 萨姐以为小妮子刚经历了绑架 肯定是被吓坏了 不料小姑子想的确实 大哥失踪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而大嫂又那么美丽动人 就连以前一直讨厌大嫂的陈秘书 都主动替她提裙摆 更别说大哥的死对头 江家总裁天天上赶着往自家跑 用脚趾头想也知道她是冲着大嫂来的 完了完了 那她是不是就不再是我的大嫂了 一想到这个可能 燕文书顿时泪流满面 而大嫂见孩子胆小的模样不由得心疼 果然是被曹家燕那混蛋吓坏了 如是温柔地抚摸她的头发 燕文书顿时有被安抚 哪里还管得上大哥头顶绿不绿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刻惦记萨姐的钻石王老五远不止这两个 简锐大清早就跑去跟小叔叔告状 顾雪怡不仅叫她断了曹家燕的生路 还让她将那个姓曹的当狗养在身边 本以为身为男人的简昌明听了会心里不舒服 不料她居然夸顾雪怡头脑清醒 开口有力还非常聪明 况且以我们简家的身份 你如果真的喜欢曹家那小子 就当条狗养着也没什么不行的 还有 你什么时候上门道歉 简锐想说点什么又不敢反驳 我不知道燕太太和燕小姐喜欢什么 简昌明推了推金丝眼镜 燕太太是个直爽的人 你不如直接问她 简锐一正 还有这操作 要送礼 还自己先去问人家想要什么 话说小叔叔什么时候这么了解燕太太 不等她回神 男人却用手底在唇边倾咳两声 问到了就过来告诉我 简锐满脸问号 什么情况 而男人假装看书 却没发现书是反着的 而另一边的萨姐刚出门 就发现陈秘书在门口等了好几个小时 她一见萨姐过来 立马绅士地拉开车门 并贴心地提醒她注意脚下 紧接着 一边讲述今天的宴会资料与人物关系 一边屈膝帮她整理拖地的裙摆 另外还不忘提醒 裴立新表面为弟弟过生日 实则是有话要跟你说 萨姐早已预料 不过今天还得演一出戏 让她以为我是一个只认前好摆布的人 很快来到宴会大厅 黄毛姐弟两边热情地迎了上来 很快男人目光就定定地落在萨姐身上 她害羞地挠了挠头 随后便热情地伸出了手 不料萨姐头发一甩 将傲慢与刁蛮演绎到极致 随后直接忽视两人朝前走去 今天除了我 还有其他的客人吗 黄毛压下心里的不爽笑着回答 没有了 今天除了家里人外 就是康康的一些朋友 您才是这里最尊贵的客人 萨姐不动声色地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想以这样的方式表现看重和亲近 然后给点好处再拉拢她 就这手段 老娘在古代一天经历八百回 而黄毛越演越热情 还以为萨姐就是个爱摆架子的花瓶 众人举杯欢庆 现场气氛瞬间达到了顶点 不料萨姐完全不把她放在眼里 只是随意开口 就让她无言以对尴尬到扣顶 这没蓝宝石钻戒架之上 大嫂却随手送给小姑子当玩具 一旁的女人吃笑 果然是个草包 随后端着红酒往返向前 紧接着酒杯便倒在了萨姐身上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萨姐早已预判了她的预判 虽然只被弄脏一点点 但萨姐还是拿出了两米八的气场 你们请我上门 主人却不在家中 是因为燕朝不再故意怠骂我吗 现在又整出这些 你们是想造反 黄毛绿茶下的一击灵 不是 我们没有 老燕只是赶不及回来 那就是在国外了 原来萨姐参加这个宴会 就是为了套出老公是否还活着的消息 不料黄毛绿茶嘴巴比心还硬 不仅没透露半点信息 还捧来一个精致的盒子准备收买萨姐 随着盒子缓缓打开 萨姐勾唇一笑 我喜欢这个东西 黄毛绿茶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果然是个草包 只要给她一点力 就能让她替自己办事 突然感觉哪里不对 不是应该自己站在最高点知道 怎么好像一直被顾雪仪牵着鼻子在跑 而萨姐此刻正想找机会多套点信息 如是同她一起来到二楼雅间 黄毛小心翼翼地讨好 这些都是刚送来的新款 我给太太找一套合身的先换下来 不料萨姐根本不吃这套 你端喷水来 给我一点点擦干净 然后再拿吹风机来吹干 那女王气场简直不要太霸道 竟直接拿黄毛绿茶当丫鬟使唤 黄毛强忍怒火恨不得将衣服扯慢 我这就安排女佣上来 萨姐却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是你打翻的酒杯 叫别人来干什么 黄毛简直要被气死了 就连燕朝在这里都要叫她一声审慎 从来都是毕恭毕敬 不料今天居然会被这个草包羞辱 要不是今天有事相求 还以为我会一直惯着你吗 黄毛心中虽然不满 但还是老老实实地亲自动手弄干 而另一边的宴会大厅 陈历数明知萨姐都是在演戏 但心里还是忍不住担心 按理说是应该给顾雪怡和他们单独相处的机会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才会暴露真实目的 虽然道理都懂 但是担忧的心却压都压不住 可随着一杯红酒下毒 陈历数缓缓起身 很快来到雅间门口 里面的一幕却惊呆了二人 只见萨姐如同女王般斜靠在沙发上 而黄毛却拿着吹风机跪在一旁 萨姐天籁般的声音响起 却惊得二人瞬间呆滞 陈秘书这才发现自己的担心很多疑 而黄毛震惊得就像个黄毛 完了完了 都被他们看见了 我的形象啊 萨姐见时机成熟 带上陈秘书转身离开 一回到车上 陈秘书便迫不及待询问 怎么样 他们露出马脚了吗 黄毛话里话外都在暗示燕朝还活着 不久将会回来 还说我如果想要拿到燕朝的遗产 就最好配合他们 让燕朝没有回来的机会 陈秘书不妨去查一查燕朝的叔叔 他和燕朝的失踪肯定有关系 不然 他的妻子怎么知道燕朝是不是还活着 我想他们应该是没能杀了燕朝 最后却失去了燕朝的联系 女人只是随口承诺了两个字 就差点倾家荡产把自己赔进去 一旁的萨姐乐了 既然你要赔罪 那就准备这些来赔吧 我这个人有一点收集品 正好手里还差七个颜色的宝石 当然 玉我也喜欢 比如红皮白肉子的何甜玉 欧粉翡翠紫罗兰 这些我都挺喜欢 黄毛震惊的头发都黄了 这些 太太都喜欢 怎么了 弄不到 你不是要赔罪吗 那就先这些吧 黄毛牙齿直打架 嗨 先这些吧 但为了接下来的计划 他还是咬牙硬下 随后一把拉住萨姐的手 我今天请太太来加燕 就是把你当成自己的 有些话我也提点一下 燕总很久没消息了 太太想过将来怎么办吗 歇 狐狸尾巴出来了 萨姐故意停顿了两秒半 这还不简单 拿着她的遗产 多养几个小男人 哥哥赚钱养住 弟弟在家陪我打王者 黄毛嘴角抽了抽 果然是个草包 随后定了定心神 缓缓靠近 不过燕总 还有几个弟弟和妹妹 他们将来都是要分财产的 不如我给太太出谋划策 哼 绕了一大圈 终于要说出她的目的 就这智商还想跟姐玩心眼 萨姐姐目的达成 转身就跟陈秘书坐上车 陈玉瑾好奇地询问 那个女人许诺了什么 萨姐吃笑 不是她许诺 而是我点担 我只是跟她说 我喜欢七个颜色的宝石凑一套 还喜欢喝甜玉和玛瑙 陈玉瑾失笑 太太有些很 这可够她肉疼好一阵 这算什么 姐以前生辰 那送礼单都能拉上两百米 陈秘书一顿 这不屑一步的口吻 仿佛那些东西完全不被她看在眼里 这真的是以前的顾雪仪吗 很快回到家了 萨姐老远就看到小姑子坐在窗台边 在画什么呢 电文书下的头发都一根根竖起 赶紧把画藏到身后去 心理医生说画画能缓解造欲的情绪 她才不会告诉任何人 这画里的男孩是大嫂上次救她为原型 要是大嫂是男的就好了 我一定把她抢过来当老公 不等她回神 大嫂突然拿着一个礼盒递倒她手中 这个给你 燕文书受宠若惊的缓缓打开 里面居然是钻石戒指 这是她第一次收到家人的礼物 也从来没有人送过她戒指 再想到燕文家肯定没有 燕文博肯定也没有 燕文书抱着盒子忍不住地笑出了讹教声 而另一边的燕文博正在干假 只因献揍三人组不仅说燕朝回不来了 还敢缠大嫂的身子 燕四一把揪住那人的领子 狠狠灌到了桌上 紧跟着一脚将人踹翻在地 砰的一拳 我叫你说我大嫂 现场一片混乱 老师刚进教室就吓得立马报警 如是燕四又一次进了警局 燕文博 说吧又是什么事 燕四条件反射的多傻 他不会又拿皮鞭抽我吧 这次不打你 说说你昨天去了哪里 燕四有点小便衣 我去青阳山了 去祭拜我母亲 文言萨姐这才想起 燕文博的母亲是燕家的情妇 这也许就是他不愿提及的原因 那今天为什么打架 又为什么不配合做笔物 看了看小孩的表情 萨姐瞬间明白 连偷偷去祭拜母亲都说了 能让他难以开口的 肯定是因为他们议论了我 无所谓的 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也对我造成不了任何的影响 但我很感谢你维护了我 我们家燕四少又长大了一点 变得更加有担当了呢 萨姐随后递上一包彩虹糖 这个奖令 燕四小脸微红 大嫂又表扬她了 心底仿佛燃起了一把火 将她整个人都烤得温暖了起来 就在这时 黄毛弟弟又欠扁的凑了上来 燕四里都没理就拆开糖果扔进嘴里 随后大摇大摆的开心到飞起 黄毛弟弟满脑门问号 啥意思 吃颗糖这么开心 而此刻另一遍 燕朝刚收到两块钱的消费信息 不由地怀疑自己的实力 自家媳妇现在居然连路边的小卖部都去了 我记得燕家没破产了 就在这时 一个美女抱着药箱缓缓拉开帐篷 此人正是原淑女主义游有 也是燕朝唯一带回去的女人 别人打架要挨揍 燕四打架却有奖励收 别怪大嫂偏心 只因那些人嘴巴太欠揍 燕四红着小脸伸出了受伤的手 萨姐有些心疼 上次你和将近打架的时候我就想说了 你腰巴巴的大个子 怎么会打不过她 就没想过请一个师父吗 燕四全身一正 所以大嫂并不是嘲讽她太弱 而是在认真且客观地和她讨论这个事情 请是请过 但是将近是跟她叔叔学的 而她叔叔在部队里该过 伸手很厉害 萨姐恍然大悟 难怪打不过别人 毕竟军队里学的都是保命的本事 这样吧 我教你功夫 下次如果再有人挑衅你 你就能做到一招至少 而不是靠蛮力一顿乱传 燕四有点小激动 她架没少打 但没想到 居然有一天会是大嫂来教她怎么打架 可不等燕四回神 大嫂已经给她制定好了训练技术 嗯 就从福普全先学吧 燕四一连猛 这名字一听就很像武侠小说里瞎编的 怎么 有意见 我不介意你先试试 不了不了 我学 你的底子不错 要不了太久将近都得被动挨走 文言燕四有点小心奋 如果是那样的话 她不仅有了自我保护的能力 还能保护她 很快回到燕家 萨姐当作家 简锐就提着大包小包来道歉 随后裴二也屁颠屁颠的提着礼物进来 简锐见状寒暄几句准备离开 如果您有什么不喜欢的或格外喜欢 都请您及时告诉我 裴二看着简锐离开的背影若有所思 再看到茶几上参开的一排排合作 瞬间觉得手里的东西有点烫手 再想起姐姐交代她跟顾雪玉提的要求 她就更张不开口 裴少有什么事吗 没 没什么 就是带了点小东西给太太 七号有个晚面 不知太太能否赏光 我想想 萨姐头都没抬 裴二也不生气 反而觉得五百万的礼物拿不出手 随后找了个借口赶紧离开 然而这一切都在萨姐的预料之中 这才刚刚开始 你们贪污厌家多少钱 统统给解吐出来 就在这时 电话铃声响起 太太 四少进了死对头封家开的会所 嗯 会所是做什么的 就是一个富二代聚集的地方 玩的东西更高级 也更见不得光 还有我看见裴二从封总的车里下来 萨姐吃笑 这个裴二刚从我这离开 马上就去找封家 看来裴丽欣做了两手嘴 不过就裴二那个宠 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很快萨姐盛装打扮来到会所 你好燕太太 这是您的面具 手牌上的数字就是您今晚的名字 大家都用这个来称呼彼此 萨姐缓缓推开门 昏暗彩色的灯光有种迷迷的氛围 这时主持人大声宣布 今天的活动主题是不允许说弄 里面放着所有人的编号 现在开始抽选 抽的人可以要求被抽中的人 做任何一件事 而被抽中的人不能拒绝 随着音乐的结束 女人兴奋地念出了手中的号码牌 很快一个男人走出人群 女人狂喜 我要你给我一百万 男人二话不说直接写了个字票 萨姐看得惊奇 这样也行 难怪刚才有人兴奋有人丑 很快轮到萨姐 主持人迫不及待询问他抽到了什么 萨姐举起手中的纸条念出了79号 很快队伍中 一行人簇拥着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缓步而来 周围瞬间诡异的安静 主持人小心翼翼地询问 您 您有什么要求吗 萨姐缓步向前 到12点结束是吗 主持人不安地看了眼刚刚那个男人 那让他给我当几个小时的仆人 直到12点为止 男人挑眉 估计没想到居然有人敢跟他提出这样的要求 很好 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人只是随手抽了的号码 就要求千亿总裁做他几个小时的仆人 然而男人不仅不生气 还饶有兴趣地答应 原来这是有钱人玩的游戏 被抽中的人必须完成抽奖人的一个要求 此刻男人举着手里的号码牌 眼睛却看向萨姐 就和他的要求一样吧 当我的仆人 直到活动结束 很快一个戴着银色面具的男人兴奋地举手 这样玩我可就不困了 我的要求和他们两个一样 18号当我的仆人 这好玩的一幕引得众人纷纷笑话 主持人震惊地就像一个主持人 不带这样玩的呀 最后不仅能将人套上一大串 而萨姐就成了这里唯一的主人 这时萨姐毫不客气地将酒杯递到男人手中 给我换一杯果汁 男人满脸稀奇 居然真的有人敢把他当仆人使唤 而且还是个女人 一旁看热闹的人更热闹 这女人谁啊 居然敢惹那位爷 不要命了吧 我赌十一包辣条 那女人肯定吃饼 不料下一秒 男人竟爽快地说好 服务生非常有眼力见的地上果汁 男人则饶有兴趣地盯着萨姐 会是谁抽到她的编号呢 就在这时 一个服务生居然抽中了萨姐的号码牌 主持人直接将话筒怼了过去 青年紧张地抓着那张纸条 逗大的汗珠缓缓滴落 可不等他提出要求 一旁的胖子却打断了他的发言 哎呀 想不出来就待会儿再提吗 反正十二点以前都做数的对吧 先下一个吧 仆人一号玩味地凑近萨姐 你不担心吗 有什么值得我担心的 男人认真的打量着面前的女人 不知道她是无知者无畏 还是真的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 如是为了加深萨姐的恐惧 她又凑近了几分 很快就会有人主动接触她 让她向你提出更加过分的要求 然而下一秒她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服务员已经想好了 并用手指着她 我的要求是 无论我对你提什么要求 你都对她再提一遍 好啊 萨姐冷冷地看着这个又蠢又毒的男人 先给我一千万 快 你快点对着她说一遍 不行 萨姐头都没抬 正想提醒这蠢货 她的要求刚刚已经提完了 不料男人却直勾勾的盯着萨姐 那你陪我睡一个小时 萨姐挑眉 你想让她也陪你睡一个小时 男人兴奋了 手骨捏得嘎吱作响 行啊 后面还有一排人 服务员菊花一挤 不要他们就要你 萨姐也不急 只是好意提醒 每个人只能提一个要求 而你刚才已经提完了 男人一时没回过神 自己什么时候提过要求了 随后将自己说的话过了一遍 瞬间瘫软在地 没想到自己就这么浪费了一个成为人上人的机会 她非不过去跪在萨姐脚边 你给我五百万 五百万就可以了 萨姐一把抽走裙摆 冷声吩咐 揍她 随后小手一指 还有她 不等胖子求饶 眼睛直接挨了一拳 紧接着喉咙就被一只大手捏住 求求你了 封总 男人眼神瞬间冰冷 你不该求我 胖子这才想起 今天站在这个食物链巅峰的其实是那个女人 随后祈求地望着萨姐 那个要求是她自己提的 我只是想套到一份合同的张而已啊 求您让这位先生停手吧 萨姐吃笑 在这样的时候都有胆子敢去怂恿那个青年 她会不记仇吗 随后柔声道 每个人只能提一个要求啊 可你已经没机会了呢 一旁的爸总苗董 立马向保镖招了招手 处理干净 别让她脏了我的地 很快胖子和青年的哀嚎声就消失在大厅中 而会所内 立马恢复了以往的热闹 随着美妙着萨克斯演奏响起 大厅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暧昧 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甜甜的香味 男人绅士地伸出手 跳支舞吗 萨姐眼神都没甩给他 接下来是什么环节 男人缓缓靠近 声音带着些许魅惑 接下来的环节 才是最有趣的 我的主人 你需要我做什么呢 萨姐小手搭上男人肩 我需要你 男人期待地以为会发生点什么 不料下一秒 砰的一声巨响 萨姐直接将她推倒在沙发上 坐那儿 别动 男人满脸享受 呵呵 有意思 随后痴痴地望着萨姐的背影 自信地以为这是欲擒故纵 然而擒不擒的不知道 反正萨姐是坐上了回家的车 随后拨通了一个号码 我我 我现在和同学在外面呢 提前和你说过的 出来 我在楼下 燕四下的一个机灵 随手扔下手里的飞镖 也不管这暗器有没有炸到人 就条件反射的赶紧出现在大嫂面前 可门一打开 她就心虚到不行 我就去打了个台球 真的 别的我什么都没做 之前答应过朋友 今天只是旅行约定而已 嗯 我知道 我去过三楼 没看到你 燕四猛地从座位上窜了起来 然后脑袋就和车顶狠狠地撞了个来回 那个鬼地方 我不能去你也不能去 萨姐轻笑 好 而另一边 大总望眼欲穿地盯着紧闭的房门 她抬眸看了眼墙上的挂钟 还这么早就走了吗 一把扯下讨厌的面具 不完了 众人看着那张冷漠的俊脸不由的担心 您给这女人当了几个小时的仆人 要是被说出去 估计会惊掉所有人的眼睛 都戴着面具 谁知道是谁啊 男人轻蔑地瞄了一眼 进过这个场子的 哪里会有人不认识风总 除非今天第一次来 去把监控拿来 很快找到那道歉意 今天都来了哪些女客 刘小姐 林小姐 对了 还有燕太太 众人不可置信 燕朝的老婆怎么可能会来这儿 而一旁的裴儿却挤不去查看 是燕太太没错 就这背影 没有人能比得上 小跟班不由地看着自家老大 风总 这燕太太不会是冲着你来的吧 风雨磨缩着萨姐的背影 敢点我做仆人 哪有这么容易就能玩的 不冷影帝为了争宠有八龙的心眼 不仅凌晨三点发微博卖惨 还故意开车到海边 一旁的经纪人吓得双腿打颤 快 快点联系大嫂 原哥又想跳海 而燕儿看着刚发的朋友圈 却没有一条是大嫂流言 心里莫名有点酸 燕四出门不仅要跟大嫂报备 还不能晚归 可我这么晚没回家 也不见大嫂一句关怀 就在她心灰意冷时 大嫂发来了问候信息 最近工作辛苦了 切记劳累过度 明天让人给你送点吃的过去 记得分一点给身边的工作人员 再看到大嫂发来的晚安 燕儿瞬间甜到了心坎 嘴角也不自觉的微微上扬 嘿嘿 送食物终于不是那个傻逼弟弟的特工了 顿时有种扬眉吐气的快感 她把短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但还是觉得有劲没必使得乱窜 随后刻意把晚安截图 紧接着又发了个朋友圈 这才安分地等着下面的留言 一旁的经纪人见她下车终于松了口气 还是大嫂有办法 而心急的离岛甚至板上大嫂的头像 请她保佑剧组拍摄顺利 感谢大嫂出手就万名于谁 很快来到第二天 燕儿瞧手已盼 终于等来了送餐的大部队 只见黑衣保镖带领一群厨师高调入场 这是袁哥家里人送来请大家吃的 因为是自家厨师做的家常菜 希望不要嫌弃 众人看着一排排鲍鱼加龙虾 顿时惊掉了下巴 哇 这也太丰盛了吧 这是米其林五星酒店请的专业厨师吧 我袁哥肯定是隐形富二代 燕儿表面毫不在意 实际却竖起耳朵认真偷听 袁哥大气 这是不是袁哥妈妈准备的呀 不是 是我大嫂准备的 那傲娇的小表情要多臭屁就有多臭屁 众人一正 这还是那个低调的袁哥吗 他这是在炫耀呢 还是在炫耀 此刻另一边 大嫂也没想到 他只是随口吩咐保镖送了点诗诗 高棱隐帝居然炫耀了半辈子 可当他正准备下楼喝杯茶 就看到燕文书东张西望 大嫂看了眼 捏手捏脚的小女子有点犯愁 书看完了 燕文书顿时心虚 还没 随后围围诺诺地表示 他想暂时出去住两天 大嫂疑惑 燕文红要回来了 我不太想见她 她就回来住两天 等她走了我就回家 大嫂搜寻着脑海中的记忆 燕文红 燕家最小的少爷 现在高三 在看到燕文书撒娇耐蒙的小表情 大嫂也不想为难她 好 去吧 可话音刚落小女子就一溜烟跑 就在这时女仆来报 太太 小少爷回来了 只见一个长相和燕巢 有点像的男孩缓步而来 她小心地将书包递给一旁的女 随后礼貌地叫了声大嫂 没吃饭吧 我让厨房准备了一点事的 先坐下吧 文言男孩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 看上去仿佛迷了路的乖巧幼崽 燕二在剧组 燕三过几天才回来 燕四在学校 还有你大哥他暂时回不来 大嫂见他神情淡淡 似乎对燕家的成员不太感兴趣 然而燕文红内心 其实早已经涛骇浪 成天跑去外面做死的燕二 居然会老老实实地待在剧组拍戏 还有飞天小霸王燕四也好好的在上学 奇怪 太奇怪了 连对面的大嫂都很奇怪 而大嫂想起刚刚燕文叔说 她只回来住两天 如是开口询问 这次回家 大概要待多少天 半个月 因为学校出了一点事 所以要推迟返校 哦 什么事 大嫂以为是学生霸凌或是体罚事件 不料燕文红却说有学生被杀了 可她那么样乖巧 口吻小新带着一点 岁月经好般的田径味道 大嫂抬眸看了看她 没有恐惧与焦虑 甚至连一点点负面情绪都没有 少年老成也说得通 但却和她表现出的模样又显得有点温和 大嫂按下心底的猜测 希望是自己想多了 这所有富二代的童年阴影 更是令星姐姐吓得离家出走的恶魔 可她在大嫂面前 却乖得像只猫咪幼崽 就连无比厌恶的牛奶也有气喝光 而黄毛却偏偏不太长眼 居然大清早就邀请大嫂去迎楼逛一逛 萨姐优雅的将头发里倒耳后 你有钱吗 黄毛掏出一张黑卡无比嚣张 好 那你等一会儿 我还有几页书没看完 黄毛那叫一个兴奋 立马表示没关系等一个小时都行 可很快她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一个小时后 萨姐还在认真看书 黄毛不耐烦的数着头顶的蘑菇 却见萨姐压根没有起身的样子 黄毛脸都绿了 她觉得萨姐是故意在熬着她 这时燕文红缓步走来 大嫂我吃完了 可以跟你一起去吗 我已经很久没有逛过街了 好啊 走吧 萨姐和尚书头也没抬 黄毛气得头发都黄了 干嘛带个电灯泡一起去啊 可她又不敢说什么 只能憋着 看了一眼乖巧的某人 黄毛没来由的后背一凉 燕文红转身准备离开 突然手背一把拉住 天凉了给武少女拿件外套 燕文红心里一暖 正要感谢大嫂的关心 不料大嫂却发出灵魂一击的询问 牛奶喝了吗 燕文红神情一僵 胃里不自觉地翻江倒海有点想吐 可看到大嫂关气了眼神 燕文红还是闭上眼睛一口闷 一旁的侍女都惊呆了 小少爷居然会听太太的话 这真的是天大的好事啊 很快几人来到柜台 萨姐只是随意瞟了一眼 就指着前面的最新款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通通包起来 随后将袋子交给黄毛提好 显然把它当小丝一样的使唤 紧接着又询问燕文红在学校里的情况 再抽空点几个金镯子一起打包 你现在读几年级 高三 萨姐知道高三就像古代会是一样十分重要 那需要为你请辅导老师吗 小孩一正 看样子大嫂是真的不太了解我啊 随后微微一笑 不用了 我没问题的 而在萨姐看不到的地方 小孩却目光冰冷 她定定地看着这一切 是因为燕朝回不来了 所以她才这样肆意消费吗 而一旁的黄毛拎着袋子张了张子 却根本没人理会 只能意不意去地跟在萨姐和燕文红身后 很快萨姐就满脸不耐烦 没意思 我们走吧 随后抬眸看了看门牌号 这里是一百一十二号 你随便说一个编号 黄毛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却还是随口说了一百二十六号 好 那我们去一百二十六 很快到了萨姐的表演时间 这个这个不要 其他的全部包起来 黄毛整个人都骂了 这也太会玩了吧 不等她回神 萨姐扭头看着她 刷卡吧 随后似笑非笑 还玩吗 玩 当然玩 很快黄毛就被一堆的消费干埋在里面 而萨姐看了一眼身边的小孩 这次你来挑个数字 那一百四十五吧 小孩乖巧的就像个小孩 她也是第一次陪女孩子逛街 更是第一次见这样的购买方式 果然 大嫂跟以前不一样了 而另一边的兵哥哥正好奇 大嫂今天刷卡了吗 得问老大 而她家老大正睡得香甜 这时小护士却向他们这边走来 见到燕巢坐在轮椅上瞬间担心不已 您是病情又加重了吗 见男人低着头 她又一副小女儿家姿态缓缓靠近 你看见墙上的绿叶了吗 这边是沙漠 很少看到绿叶 可他们却顽强地顺着墙往上爬 男人缓缓睁开眼 满脸不耐烦 她只是省点体力早点回家见媳妇 这没眼力见的纯女人 在这里吵死了 明明生病受不得一点量 却狂吃冰淇淋一整天 只因这是大嫂第一次给她买东西 一旁的黄毛羡慕极度恨 燕太太 我的呢 陪上想吃就自己去买 黄毛都快哭了 自己送她礼物都是五百万起 可她却连五块钱的冰淇淋都不舍得请客 哼 这层关系 切 就这点小心思也敢在姐面前耍 没意思 回家看书 很快到了晚上 女佣恭敬地请萨姐下去吃饭 燕文红呢 没下来吃饭吗 小少爷说她在房间用餐 太太不用担心 小少爷经常这样 她不太喜欢别人打扰 萨姐转身上楼 可敲了半天门也不见回忆 萨姐有点担心 燕文红 快点开门 半晌后门终于打开 萨姐见她面色苍白 额头的碎发也被汗水如湿 不舒服吗 燕文红艰难地挤出一抹微笑 没 没有 大嫂我想睡一会儿 萨姐一只手抵住门 轻轻一用力门就开了 随后吩咐女佣让司机被车 是你自己走下去 还是我让保镖抬你下去 我自己下去 话落燕文红就扣住了门 萨姐眼神一立 你可以关门 但我不介意让保镖用切割机把门切开 燕文红瞬间乖巧 怎么会呢 我这就下来 眼前的大嫂像换了一个人 不仅变得平静如水 还喜欢从来不吃的甜食 更重要的是 手腕变得异常强硬 很快燕文红就被塞进了车里 大嫂随后扔给她一件大衣 然后又往她手里塞了个暖宝宝 紧接着吩咐司机去医院 医生四只眼睛瞪大三只 你们是怎么当家长的 孩子有胃溃疡 你们不知道吗 吃牛奶和寒性食物都会引起呕吐和腹血 萨姐有点生气 更多的是自责 她消化不好 应该会经常感觉胃不舒服 甚至常常想吐才对 可她面上却没有一点多余表情 仿佛生病的是别人 疼你感觉不到吗 为什么不拒绝 那是大嫂对我的好意 小孩可怜的就像个小孩 就算是好意 如果对你有害 必须毫不犹豫地拒绝 你不需要牺牲自己去讨好任何人 别再有下次 小护士见状赶紧推着孩子逃跑 病人还需要休息 我先送她回病房啊 萨姐定了定心神 还真是头大 前面三兄妹说什么都不听 轮到这个又成了说什么都听 算了 问一下陈秘书先 你知道燕文红的学校叫什么名字吗 抱歉我不太清楚 她的学业一直是由她母亲安排 哦 上次燕四说去祭拜了她的母亲 我还以为那些情妇都不在了 原来还有在世的 不如直接去问她本人 很快萨姐便端着一杯热水来到燕文红房间 萨姐正准备问点什么 燕文红就接过杯子抢先开口 大嫂对二哥他们也是一样好吗 萨姐挑眉 他们可没你这么乖巧 挨揍只是常态 想体验一下吗 那还上一秒还是乖巧懂事的奶王啊 下一秒却露出了疯批的表情 就连从小一起长大的女仆都吓得赶紧躲避 太可怕了 小少爷以前还压着点 现在怎么彻底爆发出来了 然而燕文红却摸了摸自己面无表情的俊脸 你懂什么 庄观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喜爱 而我现在已经得到了呀 这时大嫂缓步而来 男孩瞬间露出甜甜的笑脸 大嫂对二哥他们也是一样的好吗 小孩对这事就挺执着 总想成为那个被偏爱的人 可萨姐哪里会知道小孩的花花肠子 他们没像你一样进医院 等下次进了医院就知道了 就在这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萨姐拿过手机放在了小孩耳边 燕文红神情低落也不吭声 萨姐见状瞬间明了 随后接过电话稳稳开口 你找谁 打错了 不料对方沉默两秒后 声音顿时提高了八百度 我知道了 你是小偷 偷了他的手机 你知道诽谤什么罪吗 萨姐说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燕文红眉眼带笑 简直被大嫂摔一脸 你刚才说话的样子有一点像大哥 他很怕大哥的 估计以后也会判 萨姐疑惑 我有那么可怕吗 燕文红忍俊不禁地笑出了声 她是我妈妈 哦 是她安排你进学校的吗 学校叫什么 怀宁中学 听说比较出名 燕文红如同乖巧的小学生 我记得燕二和燕四都在京市一中 你怎么不去那里 燕文红眼眸微锤有点不高兴 大嫂记得燕文博他们在哪里读书 却唯独不知道她的 随后抬眸不紧不慢地看着大嫂 因为二哥他们比较蠢 小孩见大嫂一夜 赶紧露出讨好的表情 大嫂 我说的太直接了吗 萨姐温柔地抚摸着她的秀法 真诚是一种美德 但是说话也需要技巧 燕文红瞬间被安抚 乖巧点头 好 听大嫂的 我记住了 这乖巧的小模样差点将萨姐整迷糊 那几个冲动易怒 执拗得像个孩子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一根筋 至于面前这小屁孩 大概有七八九十根筋 不知道燕巢那玩意儿会是怎样的呢 萨姐干脆掏出一本书方看起来 小孩本身就比较宽容 再看到他可怜巴巴的样子 声音都不由地放温柔了些许 好 你先睡一会儿 我念给你听 燕文红乖巧地躺下 耳边传来大嫂好听的声音 此刻冰冷的病房 仿佛散发着温暖的热力 生病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的吧 很快三天过去 燕文红刚起床 就看到大嫂准备出门 大嫂你要出去吗 嗯 去买一幅画 买画做什么 是大嫂喜欢画吗 不是 给来送人 萨姐垂眸并没有说得很清楚 因为这些事情 还不需要一个未成年的小孩知道 大嫂今天不陪我去医院了吗 小孩看着有点可怜 萨姐一边戴耳环一边解释 医生说你不用去医院了 在家好好休息就好 燕文红小手不由地抓紧栏杆 仿佛一只被丢弃的小奶狗 可她表面却不动声色 萨姐抬眸叮嘱 我要晚上才能回家 你记得按时吃饭 小孩委屈巴巴地看着大嫂远去的背影 好 我听大嫂的 女仆忍不住提醒她先回卧室休息一下 见大嫂已经离开 燕文红脸上的可怜与乖巧刹那消失 她冷淡的应了声就转身上楼 女仆以为自己看错了 一向礼貌乖巧的小少爷 怎么可能露出那种冷淡的表情 然而她再次见到小少爷时 却差点吓得她汗湿了后背的衣服 只见燕文红正化着什么 你在看什么 女仆吓了一跳 还是忍不住关心 小少爷 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还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燕文红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这才是我高兴的样子 女仆吓得赶紧跑了出去 小少爷是不是中了血 就像太太当初一样 突然性情大变如同换了个人 而萨姐完全不知道 女仆已经怀疑她换了个星子 而此刻她正与小姑子愉快地逛着街 久闻燕太太大名 听说您要买花 不知您喜欢什么样的呢 你家哪幅花最便宜 老板一挣 最最便宜 燕文叔也傻眼了 大哥都不给扫扫零花钱的吗 随后小声地凑近大嫂 单纯又可爱的小妮子 那你可以用燕文家的钱 她是大明星 比我们几个都有钱 你问她要个七八九百万 她肯定给你 萨姐宠溺一笑 好 知道了 但是真的不用 随后掏出一张无限额黑卡 大嫂只是出门逛个街 却霸榜热搜前五一整天 然而所有人都被萨姐的超能力吸引 可黄毛却露出了得逞的表情 有了这条绯闻 顾雪仪就和宝星脱不了关系 就算燕朝能活着回来 也一定会直接离婚逼着她去死 可当黄毛看到热搜时 静气的直接晕倒 因为热搜不仅没有半点绯闻的样子 还全是骂她弟弟是狗腿子 萨姐吃笑 姐早就知道你们安排了记者拍照 那就让所有人看看 你们给我当仆人的样子有多低贱 黄毛愤怒的砸碎了茶杯 她虽然出身穷苦人家 但是最讨厌别人说他们敌人一等 而顾雪仪仿佛知道这一点 静故意让她的弟弟给她当仆人一整天 好在今天的慈善晚宴 风总也会出席 她一定会愿意替我们好好教训顾雪 黄毛弟弟有点不忍心 姐 这样真的能行吗 可风总不像是那种下酒流的人 而且她总觉得 与风鱼合作总感觉是在与虎谋屁 你懂个屁 你知道风鱼这个人有多狠多阴随 她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甚至能让人突然消失 整个帝都除了艳巢 没有人是她的对手 这个顾雪仪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让风总把她教训得服服帖帖 而萨姐完全不知道黄毛又开始作妖 因为此刻她正准备今天的慈善晚会 只见她一进店门也不管弯抹角 直接叫老板拿店里最便宜的 老板先是震惊 第一毫门艳太太 居然要买最便宜的 但还是认真的挑选了一幅画送来 艳太太 这个青年画家急需用钱 所以这幅画三千就行 也是店里最便宜的一幅画 好 就这个 萨姐随后掏出无限额黑卡 而艳文书却满脸心疼 大嫂你要是钱花完了就告诉我 我还是有一点钱的 好啊 等我没钱的时候 一定找我们家文书 文言艳文书顿时开心到飞起 有种被大嫂需要的感觉 仿佛这才是她存在的价值 萨姐忍不住揉了揉孩子的发丝 艳文书只感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这几个孩子越来越乖巧懂事 但是艳二这个闲眼包 就有点让人脑壳痛 而几个小时后 艳二就愤怒地打来电话 有人再到德顿见到了 你在那里干什么 参加一个慈善晚宴怎么了 萨姐满脸疑惑 这孩子又要闹哪样啊 是不是陈雨景给你安排的造型师吗 他懂个屁 这家太垃圾 旁边的工作人员就很工作人员 明目张胆说坏话真的好吗 不过那头好像是 好像是影帝原文家 萨姐甘大的五楼五手机 不好意思 回去我教训她 工作人员CPU都干烧了 卧槽 我吃到了个什么大瓜 影帝和艳太太 是我想的那种关系吗 呱卡卡 艳总头顶貌似有一点绿好 而此刻远在非洲的艳巢 突然打了个喷嚏 嘿嘿 那个照顾你的华国女学生 照顾的怎么样 不好 她话太多 还不戴口罩 我怀疑她把流感传染给我了 真是个不解风情的男人 你先休息 我走了 咦 那个华国女还怎么哭着跑了 而那个伤人心的家伙 正在闭目养神 此刻两个兵哥哥拿着手机进来 等共工作室是什么东西 大嫂居然在那里 消费了五万三千五百元 一个造型工作室 燕巢坐在轮椅上 懒懒的回应 老大你还没睡呢 是不是就是那种 女生弄头发化妆的地方 不过这青青画廊 那不是不是 燕巢头也没抬 是什么 两个兵哥哥着急的比划 大嫂不会是要和别人约会吧 燕巢心头一跳 怎么可能有人会看得上她 不过这回国的矫程 必须得加快一点才行 流浪汉随手做的话 却被大嫂卖出了九百九十万的天价 就连死对头风鱼都瞬间来了兴趣 这女人果然有意思 不仅制裁了江二的流氓作风 还顺便坑了黄毛一把 原来就在刚刚 黄毛弟弟带萨姐参加拍卖会 不料萨姐一出场 就引起所有媒体对 黄毛弟弟暗粗粗的往萨姐身边挤 想着这样就不会显得她像个拎包小弟 萨姐冷冷的瞥了她一眼 这里是燕巢站的位置 旋即转身就走 此刻一百米外的江二 见到萨姐瞬间双眼放光 燕太太 没想到在这里也能遇到你 不过裴二娜傻缺玩意儿 你怎么让她跟着你 萨姐连目光都没分给她 随口说了句你猜 江二气笑了 就是懒得说呗 或许我还要谢谢你手下留情 没把我也变成燕家的走狗 萨姐抬眸微微一笑 那也要江总自愿才行 身后的裴二撇了撇嘴 刚刚还说旁边是燕巢的位置 现在又跟江二有说有笑 难道两人真的有一腿 萨姐才没空理这傻叉玩意 今天还有大事要做 这是黄毛满脸堆笑的上前迎接 引得前排的男人也回头看了过来 这位是丰总 我知道 79号 我的仆人 风雨眼皮跳了跳 如果燕总知道她老婆去过丰家的地盘 你说她会不会 她肯定会很高兴吧 毕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风总的主人的 风雨压了压脸上的冷色 吓得一旁的黄毛魂都飞了一半 再看到气定神闲的萨姐 她居然一点都不怕风雨 很快拍卖会正式开始 今天拍卖的第一件藏品是一幅画 起拍价十万 萨姐没兴趣 转头吩咐黄毛 她的起拍价都要十万 那我的画也不能低 你去让主办方改价一百万起拍 黄毛差点上手挠她一爪子 价格太高可能会冷场 那样您会很尴尬的 萨姐冷冷地瞥了她一眼 这么抠门做什么慈善 直接抱着她那点钱 抖活余生不行吗 怎么有脸跑到这里来 黄毛一将 怎么感觉萨姐 这是拐弯抹角的在骂她 这时萨姐不耐烦地 踢了一脚风雨的凳子 还不快去 风雨面色那是相当精彩 这女人居然敢踹她的凳子 而黄毛见她 居然连风雨都照样下手 赶紧起身去做事 接下来拍出了几样古董 很快到了萨姐的藏品 主持人愣了两秒 才请出萨姐的话 起拍加一百万 而萨姐又一脚 踹上了风雨的椅子 让让 风雨都气笑了 我还挡着你们不成 旋即转身 踹上了裴二的椅子 让开点 裴二委屈的就像裴二 只好乐乐地一到一边 萨姐高傲地上台 这幅画设计巧妙 触比震撼 还有这幅画背后的故事 一百万都低了 但做慈善嘛 既要捐钱给需要的人 也要为大家考虑 什么意思 这是怕我们不掏钱吗 果然是399号 一样的傲慢高姿态 可我像同一类人 而萨姐回到座位 直接对黄毛命令 你第一个出嫁 黄毛差点一口老血喷他脸上 却只能无奈地举牌一百一十万 不料江二直接加到两百万 再举两百万太低 而且我不想卖给江先生 可我很想买到燕太太这幅画呢 萨姐才不管 只一个劲地催促黄毛快点 赶紧的 我要卖个高价 黄毛无奈只好继续 不料江二进无脑再加 纵使价格直接飙升到九百万 萨姐还是不满意 再加 江二不是钱多吗 那就抬到一千万卖给他 黄毛手都在发抖 但想到有江二兜底也就无所谓了 九百九十万 主持人麻溜的倒计时 九百九十万一次 九百九十万两次 黄毛急了 江总不出嫁了吗 你不是一定要买这幅画吗 江二向萨姐方向靠了靠 燕太太不肯卖给我 我也没办法 萨姐头都没抬 我很满意这个假 主持人俐落地敲着锤 九百九十万第三次 成交 黄毛瞬间实话 眼前也不由得一黑 她本来想看顾雪仪的笑话 结果小丑竟是她自己 而萨姐满意地点开手机 看着江二发的邀功信息 不得不记下这个人情 但不出几分钟 萨姐又还上了这个人情 大嫂随手扯下的一粒扣子 男人居然拿来参加拍卖 还定价十万元起拍 顿时惊得所有人白内障直翻 特么的 这江二也太流氓了呀 那黑不溜秋的玩意儿是金子做的吗 是啊是啊 这不是抢钱吗 谁会人傻钱多拍一粒扣子回家 不料下一秒 萨姐淡定举牌 二十万 一些想要引起萨姐注意的人赶紧出嫁 萨姐头都没抬 四十万 江二急了 那玩意儿我有一大把 你要是喜欢 我明天就给你送一卡车上门 你用不着这样感谢我 萨姐回眸看她 一码归一码 人情应该用在大事上 像这样的小事 用不上 一旁的风雨抬眸 果然是个聪明的女人 江二帮她把藏品抬价到九百多万 而她又以同样的方式给江二还回去 果然是同类型的人 都不喜欢欠人情 不过话说回来 要是黄毛知道她花九百九十万拍下的话 在这个女人嘴里只是一件小事 不知道她会不会跑过来干假 黄毛怎么样 萨姐不知道 因为此刻她正带动全场气氛 那些想要博得江二另眼相看的人 瞬间觉得 那颗黑乎乎的女后 仿佛的确有那么点值钱 众人纷纷加入竞价 不料萨姐眼都不眨 直接加价六十万 老头擦了把额头上不存在的汗 七十万 主持人见萨姐终于没有了要加价的想法 赶紧麻溜的落水 七十万成交 江二心里顿时不是滋味 这女人就这么不想欠她人情吗 但是她出嫁吧 江二又舍不得让她吃亏 可她不出嫁吧 江二又有点诡异的失落 我去 咋有种用完就丢得记事的 最主要的是 老子还尚改着备用 越想越不得进 我说你那件藏品拍了九百多万 我这件才拍了七十万 你觉得公平吗 萨姐瞄了她一眼 我那幅画是真的值假 而江总的扣子 却不太值 江二把自己都气笑了 还真是个一点亏都不吃的女人 而一旁的风鱼见江二吃饼 瞬间神清气爽 终于有人能治江二的流氓作风了 可当她回神时 却发现萨姐正在往外走去 燕太太不参加一会儿的晚宴吗 莫不是怕了 萨姐露出得体的微笑 我觉得风总刚才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 毕竟我在风家的地盘呆久了 被燕朝知道的话 不好 用我刚刚的话来唐嗖我 燕太太可真懂事 萨姐回眸 不敢 毕竟那天晚上的风总更懂事 话若萨姐转身潇洒离开 留下表情裂开的风鱼久久无法回神 风总 裴总将燕太太的那幅画又捐了 您看怎么处置 哼 有意思 把燕太太那幅画挂我办公室 而萨姐完全不知道 她又迷住了一名霸总小弟 更不知道 娱乐圈的顶流影帝正在为她亲自开丝 一旁的经纪人头发都要急凸了 哥呀 您那是别人的评论区 咱不带这样吵架的 您可是顶流啊 燕二顿时觉得经纪人说的有道理 可不等经纪人刚松一口气 就听到她家影帝理智气壮的表示 那我在我的评论区和他们吵 随后立马发文支持大嫂 并艾特大嫂的热搜 经纪人脑壳一晕 您可真是个逻辑鬼才 你这么厉害 你家大嫂知道吗 而另一边的大嫂刚回到家 燕文红就早早地等着她 大嫂你喜欢这幅画吗 这是我画的 送给大嫂 萨姐看了眼小孩 行 挂在我的床头吧 小孩瞬间欢喜 迫不及待地推着女服赶紧去挂好 紧接着腼腆跟在大嫂后面 如果大嫂喜欢的话 我下次给你画一副墙微图吧 萨姐实在是太累 鞋躺在沙发上懒懒地回了的好 小孩立马变乖巧 我今天吃了午餐 也吃了晚餐 真乖 医生开的要吃了吗 文言小孩瞬间委屈巴巴 要太苦 很难吃 咽下去还会恶心想吐 也睡不好觉 萨姐神情严肃 苦就吃糖 不吃药 难道下次接着疼 那我要是睡不着 你会像那天在医院里一样 给我读书听吗 萨姐无奈 小屁孩原来想要她陪在身边 好 先把药吃了 小孩一把酱要扔进嘴里 咽了好几次才慢慢地吞进去 萨姐立马倒出一粒糖果 来 吃了糖就不苦了 小孩也不动手 直接俯身下去 软软的嘴唇碰到掌心的一瞬 萨姐整个人都愣了两秒 小孩子能有什么坏心思 纯粹就是懒得去拿糖罢了 下次记得用手 小孩乖巧点头 大嫂还没吃饭吧 我陪大嫂吃饭 萨姐无奈 孩子估计是生病了才会格外黏人 如果没有感觉不舒服 那就随你吧 小孩瞬间双眼亮晶晶 和大嫂在一起 怎么样都是舒服的 可就在她静静地看着大嫂时 突然一阵烦躁的铃声响起 很快便传来燕四的声音 大嫂我到了 听得见吗 我这里风太大 嗯 燕文红回来了 你要和她说话吗 燕四吓得赶紧拒绝 不了不了 我这里信号不好 这孩子 平常一通电话聊几小时 今天咋这么急 回头却发现身边的小孩 无比忧愿地盯着自己 是四哥的电话吗 她为什么给大嫂打电话 萨姐安心吃菜 她去野外参加登山活动 当然要向家里人报行踪 哦 有点惊讶 四哥的脾气 居然也会做这样的事 萨姐随手放下筷子 我吃好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不料下一秒 小孩立马捂住嘴巴 紧接着飞也四的跑去厕所 萨姐心疼地地上毛巾 你还好吗 小孩可怜巴巴 大嫂 吃药真的会想吐的 萨姐一将 小奶狗都是这样撒娇的吗 赶紧把人扶到床上躺下 好好休息 我就在这里陪着你 小孩静静地看着她家大嫂 仿佛只要这么看着她 就很安心 滴滴地说了声 晚安 顾雪怡 而萨姐等孩子睡着后 才回到房间 可看着小孩送给她的话 萨姐不由地郁闷 电文红内心和她的话 简直是割裂 要掰回正岛 比其他几个麻烦一百倍 随后打开电脑 紧接着查询小孩就读的学校 看着里面成千上万的好评 萨姐还是感觉 这所学校让人不太舒服 突然看到一个差评 我在怀宁中学 我想死 可不等萨姐点进去 那条帖子就立马被人删除 小叔子偷偷给大嫂 转了二百万零花钱 可钱却到了她哥的卡里面 然而小叔子并不知道 还特意打电话给她大嫂 大嫂一脸猛 莫名其妙叫人看信息 可手机里除了广告还是广告 也不知道燕儿这货高兴个什么劲 而此刻的非洲猛地 兵哥哥看到短信瞬间傻眼 老大不好了 大嫂卡里来钱了 燕朝眉头一跳 宝星居然会给她转九百九十万 还有二帝那个铁公鸡 也给她转了二百万 是的是的 大嫂都会往家里赚钱了 而且还赚了一千多万 简直太牛逼了 燕朝倾咳一声 是挺厉害的 而她心心念念的小妻子 此刻正坐在陈秘书的办公室 这次宝星才吐出九百多万 就她摊下的官方定金 转手从慈善基金过一遍 就共计二十多个亿 难怪他们想要燕朝的印章 毕竟燕朝如果死在外面 那么问题就简单多了 如果我的股份 加上燕朝的能否做总裁 陈秘书一正 不行 燕二叔手里的股份比燕祖的多 不过燕家的少爷小姐们都有股份 如果他们的加上赢的 燕总只需要出百分之一 就能比燕二叔的多 但那是不可能的 就在这时萨姐手机响起 大嫂 我刚刚吃了药 还吃了一颗糖 虽然还想吐 但是我忍住了 嗯 真乖 萨姐刚收起手机 正准备跟陈秘书讨论 这时电话又响了 喂 大嫂 我在看你留下的书 然后的然后 小孩一会儿打电话 说她喝了点热水 一会儿又说她在画薔薇 不是说颜料不好用 就是撒娇怕她画的不好 大嫂不喜欢 陈秘书就很陈秘书 她好不容易跟萨姐聊天聊地 这小破还是不是故意 萨姐扶了扶额头 我在谈试 小孩乖巧点头 那你先忙 好久了吗 萨姐无奈 我们来做个约定吧 每次给我打电话 下一次再打给我就多间隔上半小时 小孩瞬间失落 萨姐等了两秒 吃糖吗 我给你带回去 小孩顿时乖巧的就像个小孩 害羞的回来的好 可萨姐刚回到家 小孩又打来了电话 我们都在家里 这个电话是不是有点多余 可是我们隔着很多堵墙啊 萨姐垂眸 我的书房在你卧室楼上 只有一堵墙 你早点休息 别打电话了 小孩瞬间委屈巴巴 不能打电话 不能发短信 会被讨厌的 可是学校通知明天要返校了 萨姐抬眸 不是还没抓到凶手吗 怎么敢恢复上课 小孩伸手触摸最后的光亮 说是不能耽误学习进度 好吧 明天我送你去 小孩瞬间开心 一日清晨 萨姐刚送小孩到怀宁中学门口 就听到保安愤怒的嘶吼 不是说了不准带手机 谁给你的胆量居然敢藏兜里 通通没收 随后一把将学生推进去 紧接着拦住不舍的人群 家长不许进 萨姐瞬间脸黑 保安却一把扯过小孩背包 过来检查 萨姐一把挡开 这是干什么 保安立马抽出腰间垫棍 你留在外面 不许进 萨姐向前一步 我是她大嫂 为什么没有资格送她进学校 别废话 我说不许就不许 萨姐抬了抬下巴 身后保镖七七上前一步 萨姐气场两米八 那我非要进呢 像碰了这个门都会被电晕 然而萨姐上来就把教导主任摁了上去 一旁的家长怒了 赶紧放开我们王主任 你这样是在杀人你知道吗 萨姐吃笑 这怎么能是杀人呢 我可是在帮你们家孩子试一试 如果真的挨上了这道门 到底会不会被电死 瞧瞧 她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你家孩子被按在铁门上的样子 几个家长抓着孩子往后退了退 这个女人也太可怕了 而此刻的王主任两眼发黑 看不见希望的感觉 仿佛一团丧失了人格尊严的异性 可即便是看到这种情况 居然还有家长替他们狡辩 不仅觉得封闭式管理严格一点也是应该的 可是精英教育当然有自己的管理方式 吃得苦中苦将来肯定成为人上人 萨姐眼神瞬间变了 这种人太恶心 不仅打着为孩子好的借口 还要拿块遮羞布来给自己做大棋 萨姐指了指身旁的燕文红 她是艳势的小少爷 出生就含着金汤勺 而她的起点却是别人终其一生都到达不了的终顶 所以啊别做美梦了 有些阶层是你们一辈子也进不去的 不是把儿女送到这里就能成为人上人 鸡犬是生不了天的 是啊 为什么硬要将自己的梦想嫁接给别人 指望别人来画龙成凤呢 呸 有钱人就是心黑 人家底层人民就不配往上爬了吗 就在这时 一个火急火燎的身影冲了上来 我是燕文红的妈妈 你是谁 她大嫂 顾雪姨 呃 原来是燕太太 当初老燕总亲自发话 谁生的孩子谁自己教养 我们红红上学的事情 燕太可管不到吧 萨姐眼神变了 长嫂如母 我如何管不得 女人一咽 后退了一步 你非要插手 我也只好给燕总打电话 好啊 你要是打通了 我也好和她说几句话 突然一群人围了上来 就是你这个女人在闹事吧 萨姐神情威冷 把人扣下 我不太喜欢别人这样指着我 男人一愣 从来没有见过对老师这么嚣张的人 萨姐没有耐心 直接拽住她的手腕 一掰一拉一声脆响 哎呀呀 断了断了我的手段了 你们愣着干嘛 全部拿棍子一起上 萨姐怒了 一甩裙摆 直接踩了上去 现在能学会放尊重点了吗 一旁的学生扑刺一声 笑出了声 真想双手双脚为大扫鼓掌 你笑什么 你们学校老师被人欺负呢 尊师重道都学到狗肚子去了 切 他们算什么老师 不过是人面兽心的畜生罢了 突然一阵警笛声响起 我举报这里非法开办学校 还有虐待学生的嫌疑 好的 有学生能带我们检查下学校吗 家长齐齐后退一步 纷纷一开视线 萨姐微微抬眸 没人敢吗 家长们难道不想进去看看吗 我 我来带路 我 还有我 我们都能带路 王主任急了 这些学生平常不服管教 不仅爱逃课还爱撒谎 他们说的话可不能信啊 那我们就多选几个学生 难不成个个都是谎话经吗 还是说 你们收取这么高昂的学费 连个孩子都教育不好 男人气得咬牙 却无力反驳 这是一旁的学生指着旁边的水槽 如果有人上课的时候露出一点点困难 就会被专门的老师带走 然后把他们的脑袋 按在水龙头底下一只冲 每隔半个小时问一句 醒了吗 零下十几度的天气 你会觉得整个头都被冻掉了一样 如果还是不服 就有人拿一架抽大头 是这样吗 王主任大惊 他们都是撒谎精 我们怎么敢的对不对 萨姐看了眼沉默中的家长们 那我再帮你们的孩子试一试 这个水能冲死人吗 话落一把拎住男人的衣领 拖到水槽边 紧接着打开水龙头摁了上去 冲了好一会帽子叔叔这才向前 别着急啊艳太太 交给我们处理 萨姐小手一松冷冷的看着 漠不作声的家长 你们也要来替你们的孩子试试吗 既然没人要试 那我们不如去校长室看看 燕文红看着大嫂高大背影顿时心安 这世间的一切都是浑浊黑暗的 只有她是黑暗中唯一开出的花 这样的大嫂 值得最好的守护 燕文红牵过大嫂的手 紧接着轻柔的擦拭 脏了擦一擦 很快来到学生教室 却发现窗户连玻璃都没有 而校长办公室 不仅铺着进口的橡木地板 还奢侈地挂着意大利水晶吊灯 家长们一看哪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校长拿着家长们的血汗钱 虐待他们家孩子 自己却过着奢靡的生活 场面瞬间沸腾 纷纷要求学校给个满意的说法 萨姐黑脸 找了个沙发坐下 把你们校长叫过来 姐就在这里等着她 嫂第一次送小叔子上学 不仅将学校的保安揍了个遍 就连校长也被她揪着按到了走廊 青少年是祖国未来的希望 你居然敢对他们下手 那跟叛国有什么区别 校长吓得冷汗直冒 艳太太冷静啊冷静 然而萨姐却将人又往下按了按 你看见那些人了吗 那些学生和家长 他们现在恨不得将你千刀万挂 校长趴着栏杆摇摇欲坠 总觉得自己随时会掉下去摔死 怎么会 他们都是自愿把孩子送到这里的 萨姐怒了 手上的力道又加重了几分 小孩只是打瞌睡 你就将人拖去冲冷水 若是想反抗 就拿竹竿抽大腿 更甚至是电机或关小黑屋 你怎么敢 怎么忍心下得去手 校长努力想狡辩 可又怕激怒面前的女人 直到帽子鼠鼠过来 她才敢瘫软在地 立马伸手球带走 这女人太恐怖了 我认罪 一旁的小孩看着自家大嫂 简直不要太帅 萨姐见后续有人处理 转身将手伸了过去 走 咱们回家 燕文红整颗心都暖暖了 目光也不由地看向自家大嫂 还来吗 再也不来了 因为萨姐准备把这里全部推倒 这时绿毛一把拉住燕文红 你跟她走什么 要回也是回我们家 妈妈重新给你选个好学校 燕文红抬眸看着她 不是你说的 燕家才是我的家吗 绿毛一噎 这孩子咋说话呢 就因为她给你出了头 你就要跟她走 难道你忘了 是妈妈冒着生命危险才生下的你 萨姐怒了 好一个道德绑架 当你选择给别人做妻的那一刻开始 这一切的苦 就都是你应得的 绿毛猛地后退一步 你是燕太太 你有钱有事当然不会懂 萨姐头都没抬 我是燕朝明媒正娶的妻子 为什么要去了解一个妻的心情 绿毛瞬间委屈巴巴 红红 你难道就任由她欺负你的妈妈 燕文红看了眼自家大嫂 不想她在这里跟别人吵架掉身份 如是叫大嫂先到车上去等她 萨姐苗懂 转身往车上走去 虽然道路已经给她指明 但是有些事情还是让小孩自己处理 而一旁的绿毛却满脸得意 一把握住燕文红的手 希望她跟自己回去 不料燕文红眼神瞬间冰冷 紧接着一把抽回手还擦了擦 是因为我十岁那年吞了大量的安眠药 吐得昏天暗地 你骂我懦弱 所以到现在你还以为我是懦弱的 燕文红勾纯 其实刚进去那会儿 他们确实把我按在了水池里 然后第二天 我就把她的脖子卡在铁门里 差点被夹断的那种 虽然这里很恶心 但我在这里并不痛苦 因为他们都很怕我 所以收起你假惺惺的可怜与愧疚 绿毛吓得后退了好几步 可以想到顾雪怡 她就极度的快疯掉 你既然没受苦 又凭什么感激她 明明我才是你的妈妈 燕文红笑了 你怎么能和她比呢 绿毛不可置信 自己生的小孩 怎么能不听自己的话呢 是校长都害怕的学生 可在大嫂面前 却乖得像个猫咪幼崽 只因大嫂为了她的教育 不仅将所有欺负过她的人 揍了个遍 还直接铲平了学校 更甚至是捐赠一千万 作为教育基金 治疗她受伤的心灵 这霸气又护短的大嫂 简直不要太爱 然而一旁的女人却怒了 我才是你的妈妈 你凭什么感激一个外人 燕文红笑了笑 你怎么能和她比呢 而且在我心里 你才是那个外人 女人急了 你怎么能不顾亲情 我们才是你真正的家人 燕文红歪了歪头 你是不是花着燕家的钱花傻了 不是你教我的吗 只有做一个冷血薄情的人 才能跟大哥争 随后看了眼自家大嫂所在的方向 连空气的变得温柔 而且我现在 好像更有和她争的动力了 女人不可置信的正在原地 她的手不乱捞了几下 却什么也没能抓住 而回到车里 燕文红秒变乖宝宝 萨姐看了眼小孩 虽然她装得很好 但还是察觉到 她身上没来得及隐藏的力气 男孩甜甜一笑 大嫂你饿不饿啊 我好久没有逛街了呢 我们两个人去外面吃吧 大嫂点头 燕文红笑的眉眼都亮了起来 今天好开心啊 我请大嫂吃饭吧 我有钱 有好多好多的钱 萨姐低头思考 可以顺便见个熟人 很快来到餐厅 姜二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看到一旁玩手机的燕文红也是一愣 随后翘着二郎腿坐到萨姐旁边 说吧 这次找我又是帮什么忙 反正我们俩也不是第一次狼狈为奸了 萨姐抿了口茶 哪里是狼狈为奸 分明是光明正大的做善事 姜二嘴角忍不住上扬 而萨姐却瞬间严肃 怀宁中学那块地皮是你们的对吗 我要买下那个地方 请姜总受累 把那里给推平吧 姜二郑主 虽然不明白他产学校干什么 但还是提醒 要动工必须有批文 简昌明那里有 姜月吸了口气 这都准备好了 也太雷厉风行了吧 不愧是我看中的女人 而萨姐吃完饭后 就立马邀请了陈秘书 毕竟上次慈善晚宴 萨姐捐了一千万 这次便可以用这笔钱 给孩子们做心理治疗 而陈秘书也查到 萧校长的依仗是宋家的私生子 萨姐有点惊讶 一个私生子也算一丈 原来宋家家主临死前承诺 私生子也有继承家业的权利 萨姐无语 那倒还不如像老燕总一样死了好 活着也是给后代添麻烦 这现代的大家族 怎么连妾生子 跃不过嫡子的道理都不懂 不过这件事情要尽快 像对付这种小人 就必须要趁他还没来得及 反应直接解决 事后就算他再暴跳如雷 也没办法了 陈秘书赞赏顶头 阎王一朵小鬼难缠 这种小人最闹心 萨姐垂眸 突然想到一个人 很适合去对付宋家的小人了 就在这时 燕文红乖巧出现 萨姐无奈 也不好在小孩面前 问都不问一句他大哥 如是随口问了一下 燕朝的情况 陈秘书一时间有点不太适应 别扭地一开视线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 萨姐见该问的 也问完了便起身送客 燕文红定定地看着自家大嫂 一想到他在等大哥 小孩瞬间低落 而另一边 兵哥哥看到大嫂 转过来的一千万慈善寄金 顿时有被震惊 下一秒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 大嫂太牛逼了 而一旁的女人愣了两秒半 原来燕朝她有妻子 还捐了一千万座慈善基金 她这么有钱呢吗 而燕朝接过手机一阵傻笑 自家媳妇可真厉害 好想快点见到她 别人挤破脑袋 才将孩子送进学校 可女人一上来 就叫人把她移成了平地 一旁的富二代都惊呆了 你不是已经揍了 那个无良校长 干嘛还要铲平学校 萨姐头都没抬 学校在那里 总会有家长文训而去 没了萧校长 还会有刘校长 直接推平了 那些听不进大道理的人 只能畏惧燕家的全钱就此做吧 姜二点头 不过资金方面可是一笔大数字 萨姐抿了口茶 表示用燕朝的钱 她一点都不心疼 而姜二却莫名地不爽 心想他们什么时候如此亲密了 随后摆了摆手 也不用提前不前的 最近热搜闹得那么厉害 就当我沾你的光一起做善事了 萨姐温柔一笑 那就谢谢姜总了 就这样 姜二美滋滋地回到家 不料他刚坐下 就有陌生电话打了进来 紧接着就传来 对面劈头盖脸的一通乱骂 姜二只抱脾气 扯着嗓子就吼了过去 那是老子的地皮 老子想挖几个骷髅就挖几了 想找老子算账你还不够格 有什么叫你家老头来 回过神的姜二都被自己气笑了 好你个顾雪姨 自己不想去跟宋家那群小人掰着 就把老子推出去得罪人 气呼呼地拨通顾雪姨的电话 不料却传来机械的关机声 姜二那个气啊 老子下次再上你的当就是狗 然而此刻的萨姐 却正你别人喝着茶 简长明怎么也没想到 顾雪姨竟拿着天大的人情 却只换一张小小的披纹 随手推了推眼镜 燕太太现在用掉这个人情 不会觉得不划算吗 萨姐歪了歪头 这个人情听上去太大了 我担心简先生怕我邪恩图报 哪天把我杀了以绝后患 简长明笑得眉眼弯弯 这顾雪姨果然是个妙人 不仅看得明白 还理解大家足欠赏人情后的焦虑 而她更是主动消耗掉那份人情 没想到第二个看透她的人 居然会是顾雪姨 不愧是两口子 都是聪明人 而另一边 萨姐刚回到家里 就给姜二回了个电话 气得姜二一把推开了身边的女人 嘖嘖 燕太太这是等我气笑了 才知道有电话这么个玩意儿吗 而萨姐却神情严肃 不仅挑明宋家对她的车子动手脚 害得她差点车毁人亡 还指出江宋两家合作的大楼 姜二垂眸 虽然字字诛心 但却聚聚在你 不料女人见事情解决 就立马转移话题 还是她最不想聊的保兴问题 姜二脑子一转 还请验太太以后多交交了 该怎么调教玩劣的弟弟 而另一边 居然有人密谋绑架萨姐最疼爱的弟弟 燕四刚放学 不料后面突然挥出一个闷鬼 还好燕四灵敏地躲过去 同学们见状正要报警 不料燕四却摆出了攻击的姿势 一旁的绑匪笑了 果然是豪门贵公子 随便摆摆样子就想吓住我们 不料下一秒 主听喷的一勾拳 男人的下额骨直接碎成了八半 众人吓得拎着后脑勺就跑 燕四也被自己的力量吓了一大跳 回想当初大嫂教自己的时候 还以为是哄小孩子 没想到效果这么惊人 不愧是俯虎拳 出拳速度快 力道大 一招致敌 嘿嘿 她果然没哄我 在想到晚上要回家吃饭 可不能让她担心 赶紧整理一下自己帅帅的小脸 也不知道她此刻在做什么 而她心心念念的大嫂 正准备给她讨厌的燕二送大猪蹄子 然而萨姐更不知 她只是去看了眼帝 却闹出了一连串的事故 不活大嫂第一次去剧组判断 就被所有人嫌弃抠门 谁家好人会给影帝老板送大猪蹄子 而且还是五十分之多 一旁的黄毛笑了 你们懂个屁 那可是天天在热搜上的燕太太 不仅出入各种慈善晚宴 还随随便便捧红一个画家 更是直接捐赠一千万座教育基金 而此刻的当事人 却盯着面前的两个烤猪蹄子咽口水 感觉有人进来 转身就发现一个戴着耳钉的黄毛 萨姐以为小孩走错了房间 不要黄毛反手就将门给关上 随后小脸微红缓缓靠近 我 我没有走错 我只是很养慕您 萨姐有点猛 好在这时电话响起 转身接通电话 可对面却迟迟没有声音 而一旁的黄毛见萨姐顾理她 瞬间急了 姐姐 你看看我 我年轻好看又听话 不仅比袁哥贴心 还比他会讨好人 姐姐 你包养我吧 我不想努力了 就算三人行我也是可以的 电话那头的燕巢愤怒的怒了一下 而黄毛却还在全面阐述 包养自己的一百零八种好处 就铁了心的想要拿下这个金主罢了 萨姐没空理着毛涵 不料黄毛却拉过萨姐小手 燕巢终于忍无可忍的 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然而萨姐却一点也不心虚 立马化被动为主动询问 她什么时候回别 而燕巢却整个人都不好 刚才那个人是谁 一个小明星 还三人行 叫什么 萨姐看了眼快要冷掉的烤猪蹄 就有点急 她叫什么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燕总再不说一句有用的话 我就要挂电话了 随后眼睛又直直的盯着桌上的烤猪蹄 真的快要冷掉了 也不知道节目组有没有微波炉 好在对面很快传来燕巢的声音 请转到顾先生 她如果和克里斯走得再近一些 燕太太的面子就有点不够用了 萨姐早已见识过原主父母是什么货色 所以没有一点恼怒 不过这却令燕巢惊了一下 自家媳妇有多不娘家 她是最清楚不过的 本以为她会无理取闹的幕后 不料人家却问她还有什么想说的 男人沉默了3.1415926秒 现在老公都不叫了 直接叫燕总 那燕太太是希望我关心一下你吗 萨姐疑惑 那么大哥弟弟妹妹们你不关心一下 他们不需要我关心 只有你是我的合法妻子 才是我需要关心的 然而燕巢还在努力搜寻 脑海里为数不多的情话 不料萨姐却直接回了一句 燕总废话有一点多 随后毫不留情的挂了电话 燕巢心情有点复杂 我废话多吗 那个小明星到底叫什么 他现在跟我多说一句话都嫌烦了吗 回想刚刚 他为了和媳妇早点见面 不惜用自己做幼儿引敌人出现 好不容易躲过枪林弹雨将人捉住 不料老头还想利用轻情绑架 也不想想这老王八在非洲一躲就是十几年 安生的躲着也就罢了 还要像苍蝇一样的时不时出来找存在感 更重要的是 老子要回家见媳妇 没空听他在这里嗶嗶 可刚将麻烦全部解决完 媳妇那边就有小明星求包养 造孽啊 赶紧给老子安排回家的飞机 供在国外跟匪徒火拼 老婆在国内逛街买烤猪蹄 一口气打包五十份 突然听旁人议论 金融楼有个高管跳楼了 顾姐回过头 看来好戏开始了 出事了解 我们安插在燕市的人被陈宇警查出来了 什么 那人呢 死了 跳楼了 我先问问怎么回事 刚打开手机就收到信息 燕熏华死了 老燕 老燕死了 那是谁拿着他的手机 发出了这条信息 燕巢 一定是他 他回来了 事到如今只能孤注一掷了 顾雪怡身边总有保药 你去把燕文博保了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姐你放心 我这就去 顾雪怡我搞定 那小子我还搞定了 到时候先让他给我舔舔鞋 这边老四刚放学 突然神色一紧 立马蹲下身子躲开了致命一击 你行不行了 净准点尽快完事回去领钱 同学看到后立马抱紧 老四却没有逃跑的意思 呵呵 豪门公子哥 会两下子就赶 话没说完 平头哥就被老四一拳干碎下恶 扶虎拳 一招致敌 是是 快跑 这小子是真的会啊 老四也难以置信 之前跟大嫂学的时候 还以为是哄小孩的 原来这拳法竟然真的厉害 下一秒立马掏出手机照镜 晚上还得回燕家吃饭了 不能让他担心 这边不解到了二片场探办 交代把草莓奶茶和烤猪题 给大家发下去 工作人员小声议论 原哥的手笔就这么抠 这还抠 以前都不送东西直接走了 你们没看见送东西的人是谁吗 那可是之前上过热搜的燕太太 注入斯利卡晚宴 封家慈善晚宴 随便捐就是上千万 有钱人才不需要大肆不张来体现身份 你们懂个屁 说完鬼鬼祟祟跟踪顾姐 顾姐顿了顿 回过头问你是不是走错了 不 我没有 我仰慕您很久了 突然手机响起 为哪位 黄毛还在舔 燕太太您看到我 原文家可以的我也可以 我可比他贴心会讨好人 我不想努力了解决 电话另一边男人听得清清楚楚 回了句我试验潮 黄毛拉过顾姐的声 兴奋的大喊燕太太 你包养我吧 多几个哥哥都没关系 我都可以的 都是数年的老公头一次来电 听到的竟然是小奶狗求老婆包养 顾姐立马捂住电话 我没这种意想 要不您先试试 为什么顾呢 难道就是因为我没原文家长得好看 你的确没我长得好看 老二一脸怒气出现在门口 黄毛立马下跪了 好不容易有机会搭上复活的快艇 怎么就被包养对象撞见了 老二抓住黄毛衣领 黑着脸拖着走 误会要误会 元哥 你听我解释 顾姐却突然叫住老二 燕太太 您快替我说句话 下手轻点 好 知道了 黄毛彻底傻了 顾姐又继续回电话 听顾姐说燕总 两人都愣住了 黄毛泪流成河 完了我废了 不仅被元哥撞了 还当着人家正牌老公面放豪言壮 顾姐问燕总安全了 刚刚那人是谁 一个小明星 燕总打算什么时候回国 他叫什么 不知道 燕总要是再不说有用的话 我就要挂电话了 想着猪题都快凉了 燕总无语 转报部先生 他如果和克莱文继续走近 燕太太的面子就不够用了 我知道了 燕总还有别的话吗 心想不知道 这有没有微波炉能热猪题 燕嘲笑了 燕太太是希望我关心一下你吗 你不关心你的弟弟妹妹了吗 他们不需要我关心 只有燕太太是我的合法妻子 需要我关心 燕总废话有点多 还是先吃猪题吧 头一次被人挂电话 还是自己老婆 燕朝脸瞬间就黑了 老大 太太接电话了吗 燕朝压根没听见 自言自语 我废话多吗 猪题果然还是趁热好吃 吃完又喝口奶茶 这是什么神仙搭配 简直太美味 老四处理完黄毛 立马气喘吁吁杀毁 大嫂 大哥要是误会你 回来之后跟你离婚怎么办呢 顾姐擦了擦手 那就离婚 没想到老四先急了拍桌子 说那可不行 顾姐那么为什么 因为燕家还有 还有燕文博 燕文叔 我我们 我们都挺体验凡人的 老四一想实际情况 话都没敢说出口 哎 算了 你走吧 老四突然心痛 心中难难 只是你还没告诉我 生命的真正意义在哪里 我不想让你走 怎么才能留下你 将看不顺眼的两兄弟 如今却为了讨大嫂欢心 破天荒同框坐在一起 老四用大嫂交的拳法意外干掉杀人犯 被媒体堵着采访 烦得刚要爆出口 听说采访会被大嫂看到 立马乖乖配合说 都是大嫂交的好 顾姐看到消息 让司机把车开到最快 家中老四老五隔了三名语 见大嫂回来 老五立马喊大嫂好 老四懵了 被抢先了 没想到他叫得这么快 老五立马便利 四哥你怎么回来了 装屁呢 刚才一句话都不和自己说 和人打架了 老四把手藏到身后 什么 四哥又和人打架了 电文哄你TM是副毒机吗 还要强调一遍用 行了 绑架这么大的事 如果不是我看见采访 你就不打算和我说了 当时就已经报警了 让警察带走了 我不想让你担心 行了 先吃饭吧 怎么了 胃疼了 没有 只是觉得自己没有四哥厉害 你很聪明 老五立马乐开了花 大嫂我们快去吃饭吧 好饿呀 这次绑架应该是裴力新的手 狗急跳墙没成功 估计下一个要绑的对象 应该就是我了 老四立马拍桌子起身 他们盯上你了 老五文言则脸色瞬间黑下来 别担心 我倒希望他们尽快有所动作 这样才好一网打进 斩草不根 那你有什么准备吗 顾姐想起之前 艳巢电话提醒 让他父亲少和克莱文接触 决定先回顾家一趟 这些不用你们担心 顾姐知道老四暴躁却自卑 便问他网上夸你的话 看了开心吗 老四脸立马红了 有那么一点 觉得自己厉害吗 不厉害 顾 你很厉害 一个人拥有多大的力量 就可以做多大的事 现在你可以做更大的事 老四疑惑 那是什么样的事 老五看见老四受表扬羞羞的模样 气得不行 立马决定要搬回一城 问大嫂 我能跟你一起回顾家吗 不能 不合适 老五安安不爽 难道就只有燕巢配合他回去 顾姐知道老五高傲却心思重 便主动给他找容易专注做的事情 说今天话小厨局怎么样 好啊 老五的变脸速度 又一次惊掉了老四的下巴 再替我整理一下书房 按时吃饭 好好好 老五兴奋的连回三生 女婆都懵了 被安排活是这么值得开心的事吗 小少爷清醒一点 当晚顾姐就回到顾家 你回来的正好 爸爸给你介绍一下 那天晚宴上 简先生留了张名片 将克莱文先生介绍给了我 哪里哪里 克莱文先生和我父亲做的什么生意 外貌生意 克莱文先生在国外的渠道很广 一个月就赚了九千万 克莱文先生觉得这笔钱多吗 自然是不多的 不过以后会更多的 但我觉得多了 你看看你 叶家就这么对你 九千万都觉得多 你和简先生是什么关系 克莱文头貌虚汗 哈哈比较复杂 但你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爸的 可都拿他当傻子骗了 还说不会亏待 叶太太这是什么意思 顾总 你这个女儿太不尊重人了 乱说什么 我以为你是来看望我和你妈的 结果是来拆台的吗 你就看不得你爸发财事吧 顾姐依旧没理父亲 而是拿出早就沟通的电话 所以简先生 斯利卡晚宴上 是你给我父亲送的名片了 顾总是被诃骗了吗 我没有送过名片了 好 谢谢简总 顾姐挂掉电话 冷冷地看向克莱文 说你是宋家的人 还是封家的人 但手下跟豪门主母装逼 背负姐一只手对到盘子里 刚刚顾姐几句话 就拆穿男人谎言 问他是宋家的人 还是封家的人 男人汉流加倍 哦看来是封家的 男人还在装杯 顾总咱们这生意没法谈啊 顾爹连忙让男人消消气 顾姐却直接抓住男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再一秒就被堆到盘子里 你主子都曾是我的仆人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从我这样说话 男人被顾姐带的手下绑起来 打 打到他主子过来捞人 二十分钟后 男人扛不住总 给封总打电话求救 父亲懵啊 封总 难道是那个封总 对 就是封鱼 现在你知道自己有多蠢吗 上个月的钱我都拿到什么 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来你自己说 不 你没权利审我 等封总到了再说 又是个蠢子 等封鱼到了 你觉得你这张嘴 还有机会张开吗 男人犹豫片刻立马交代 我在那里装了DM 殿太太别告诉封总 看看你干的好事 父亲汉流加倍 自己是想货点到的 但从没想过碰那种东西 顾姐一把抓住男人头吧 低屁货国养女 伟员根基 伟一国之根基 像你这样的人 在古代当盼灵池灭酒 没一会儿风雨打来 燕太太别来无恙 往地上怕什么 有脸跑到顾家耍威风 没脸见人吗 燕太太这是干什么 我一来就给我看杀鸡锦头的好戏 既然封总直接承认了 我也不废话 你想干什么 以为往顾家买一颗雷 就能炸了燕家 未免太天真了 诚哥看在眼里没说话 现在的顾雪仪完全可以自己应对吗 燕朝还担心顾雪明性格难产 她或许劝不动 让自己替她出面应对 顾雪仪的变化等燕朝亲眼看见才会相信她 这边燕朝帮沐浴更衣 手下问老大楼下就是免税商场 您不去给太太带点东西吗 燕朝顿了顿 想想之前顾姐消费都是几块钱的东西 估计她现在不喜欢商场里的东西了 而且自己已经给她准备了一份她需要的礼物 就当是犒劳她这段时间没给燕氏添乱 陈瑜紧来店 说太太已经在顾家了 事情都好像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风雨表示哪里是来顾家买雷呢 其实我是从会所那人 就对太太有心倾慕 这才特地派人过来照顾顾家 声音透过电话传到燕朝耳中 燕朝眼神瞬间变得冰冷 怎么你不喜欢 喜欢 毕竟克莱文刚来一个月 就让我父亲赚了九千万 风总年少时做的第一笔生意 可有这么厉害 克莱文汉刘家贝 求艳太太别说了 风总一听便猜到一二配下来 我第一笔生意赚了十三个银 这种蠢货也配合我相提并领 风总 我不配我不配 说吧 打着风家的旗号 拉顾学名下水 你走私了什么东西 滴滴滴屁 磕胆子挺大 风家最重面子 你还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简直是在找死 风雨一脚踹飞克莱文 顾姐表示现在最重要的事 搞清楚这件事经了谁的手 卖家是谁买家又是谁 从哪条线经销 可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比起走私什么 利用风家的行为 更让人恼火 另一边某个街角 裴立新顾来绑架 顾姐的三人还在蹲点 进去的人越来越多 根本无从下手 裴志康又来电话催 被男人直接挂掉 催什么催 人不出来还能进去抢不成 裴志康又给风雨打电话 风总 燕朝没死 他快回来了 你不能就这么看的吧 卡卡还是你引荐我们认识 哦你希望怎么样 我要顾学 我知道风总手里有人 风总应该也希望抓住他吧 你当我是人贩子吗 别别挂 燕朝如果知道 你和我没有合作 你一样跑不掉 我们该通力合作 全世界都知道 我和燕朝不合 他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影响 想抓顾学瑜 我可抓不了他 你说是吧 燕太太 裴志康傻了 你你们在一起 你们一早就狼狈为奸了 这都听不出来 风总要把扶不起的棋子 从棋盘里倾出去 你送上门 正和风总的心意 哈哈哈哈 他说的对 这风总一会儿 阴沉一会大笑好吓人 都说风总翻脸无情 难以琢磨可怕的呢 我真一点都不讲 裴力心又发来消息 风总您看新闻了吗 或者你直接问问顾学 宝心的工程要重新招标了 江二要奋一杯羹 您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宝心要重新招标 你们是怎么说服江二的 风总猜猜 这人先留给燕太太 燕太太问完话再还给我 燕太太不喜欢我照顾顾家 那我下次就不再这么干 这次的事我也会抹得干干净净 绝不给燕太太带来麻烦 然而刚出门 风鱼就变了脸咬牙切齿 顾学瑜 你好手段啊 经的豪门废态 如今只是一句话 这一的百一霸总大意灭亲 风鱼发誓要布雪衣好看 顾姐提醒父母 别再做蠢事 你怎么跟你爸妈说话的 在发生这样的事 我会大意灭亲 你怎么变得如此陌生 你不是我的血鱼 那就当我不是 父亲连忙出来缓和 他还需要女儿这个靠山呢 陈秘书 燕总让我过来的 来干什么 燕总对您的印象 还停留在过去 认为您或许处理不了这样的事 既然陈秘书都来了 那就辛苦陈秘书带人先走 太太不走吗 陪着康都准备好人手 要绑架我 人还没掉出来了 其实您没必要这样 我担心 话没说完 顾姐笑着打断 每个人性格不同 我就恰好更喜欢 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好吧 这的确才是我现在认识的燕太太 陈哥贴近压低声音 我进门时在和燕总通电话 风鱼的那句话 我不确定燕总是否听见了 没事 她聪明 就不会有所怀疑 另一边聪明的燕总 的确没有怀疑 但还是黑下脸 风鱼的碎话明明逼无诸 总有一天得把风鱼中交谁 让他永远闭嘴 顾姐独自走出顾家 防匪立马就上钩了 顾姐抓住匪徒手腕 夺下鼻手 轻松干倒一个 又一名匪徒冲来 顾姐闺猛 眼神又是一脚 最后的一个已经下尿了 一手都用来自卫了 每一会儿警察感到大喊不熟 顾姐不动声色 缓缓回过头 幸好燕太太提前打来电话 这群人都是亡命徒 先是燕四少 再是燕太太 这帮人像是冲着燕士来 不过第二拨人被抓 前面被抓的人 就会明白他们的主族 保不了他们 应该很容易就会招供 没一会儿燕太协助 警方抓获罪犯登上热搜 顾姐新基金官网也正式运营 燕朝扫了一眼手机 交代手下去商场买样东西 家中老五看到顾姐发了自己的话 开心的红了脸 头一次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快乐 这就是幸福的滋味吗 听到门声响 老五喊着大嫂冲过去迎接 突然停住冷下脸 怎么是他 老三抢先一步扑到顾姐怀里 吓死我了 我看见新闻里说 嗯好了没事了 老三得意 大嫂摸了我的头 燕文红肯定没这待遇 不对 燕文红在家 突然抽出深一脸警戒 两人对视片刻 大嫂 燕文红欺负我 站着干什么 一起做吧 老三发挥女儿身优势 贴顾姐紧紧的 陈秘书重新选择了一些学校 你拿回去挑选一下 还有你 回国外继续念 还是在国内选的学校 一听回国外 立马怂了 说我我就重新考国内的大学 三姐的年纪好像该上大一了 我我没有 我也才二十岁 我重新考应应该能考上 这得分人 你自己想清楚 一时的冲动不能支撑你所更多 我想清楚了 我这就回去看书了大嫂 顾姐微笑 还是年纪小好打发 太太 江先生约您见面 不好打发的来了 江看不顺眼的豪能问题四兄妹 如今却为了陪大嫂吃饭 老老实实坐在一起 就在刚刚 江二来店问燕太太 怎么知道宋家会递标书 宋家不是一直都热衷跟江家抢吗 是啊 也就外人还当两家关系有多好 不过是因为宋家手段下三滥 明面上看不出来罢了 但燕太太是怎么看出来的 宋家在外名声为什么这么好 江先生想过吗 做慈善 网上都夸他们是慈善家 又捐学校又建图书馆 但没人知道他们花在营销上的 前世君的室内 即便这样他们也敲不开官家的门 江先生应该知道因为什么 宋家往前数两代有个叛逃到国外 他怎么知道的 燕太太消息还真是灵通 这次的标 在宋家眼里就是那块敲门砖 他们当然会和江先生抢了 那可真不好意思 江家已经和他们撕破脸了 这次可不会再吃亏了 祝江先生得偿所愿 借太太急言 菜备得怎么样了 太太菜都备好了 少爷小姐们都在餐厅后面 就插二少了 明天起 给我组建顶级的营销团队 预算不限 手下都蒙了什么情况 斯利卡碗宴上 顾雪怡说我会主动 分担保新的风险 竟然早就算到这一步了 还别说 自己是主动了 这边四兄妹首次世纪同框 女仆们都惊呆了 太太威武 燕朝老爷在的时候都没有 就是气氛好像有点不对劲了 顾姐笑着打破氛围 喝酒吗 四人闻言都猛逼了 红酒吧 白酒怕你们喝不喜欢 动快吧 看看喝不喝口味 怎么 没人想要跟我说说金框吗 老三第一个举手 大嫂你还记得你买的那幅画吗 那个作者托你的幅画都卖疯了 老二表示间谍快拍完吗 过段时间就要去国外参加活动 老五表示 大嫂给自己选学校的资料都看完了 老四表示 想要跨考军校的研究生 三人闻言都愣住了 你说过 我可以做更大的事了 当然 你年轻 我鼓励你多去尝试 干杯 先祝你成功 谢谢大嫂 你们也一样 好坏心里都明白 选择做什么样的人 你们自己心里有标准 这话听着怎么像是 她要离开这里交代后事呢 真不是滋味 没一会儿顾姐洗漱完 未知来电打来视频电话 电潮看见手机画面愣住 自己老婆原来这么美的吗 跟自己记忆中的感觉 判若两边 电总这时候来电话有事吗 你让江二主动申请 保新项目的禁销 不算吧 这是江先生自己做的最佳选择 克莱文的是处理的怎么样 克莱文啊 供出了一整条产业链 顾姐吹头发没空对着电话讲 电潮这个气啊 你说产业链 NDP产业链 至于顾家也被我约束 电总不用担心顾家干蠢是牵连到的 你必须对故事注资 给我爸一个八百万的单位 不然就是不爱我 明明以前都是这样的 电潮调侃顾学明会听 不听没关系 送他去坐牢 曾经的顾学已消失了吗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感觉不错 我明天上午的飞机回谱 好 电总还有别的要说的吗 电潮无语 半天憋出个晚安 晚安 顾姐说完就挂了视频 嘟嘟嘟嘟 只留电潮呆愣着一脸黑线 大灵的女孩想要自杀 临走前还要带走爹妈 顾姐看到女孩发的微博 立马赶到现场 略微出手就夺下女孩匕首 原来女孩跟老五一样 也在怀宁中学受尽灵语 后来看见顾姐为燕文红出头 又开心又羡慕 可父母却怪顾姐多事 还要送女孩去别的类似的学校 燕文红演讲时说的对 自己的人生不该被别人操控 我羡慕她敢说敢做 有您这样的大嫂去拯救 如今我决定不羡慕别人了 勇敢地掌控自己的人生 顾姐见微博中提到燕文红 睡衣都没换 踢上外套转身就走 老五问大嫂去哪 顾姐没有告诉她 只说去一个地方 很快回来 老五感觉不对劲 只能蹲在楼梯上等大嫂回家 女伯劝少爷回房间等 地上凉 不了 我就在这 老二见状问怎么回事 二少 太太刚刚出门了 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 难道是燕朝回来她去接纪了 接完机立马就签离婚协议 就这样老二也坐在了楼梯上 看到女孩微博的人越来越多 评论区也逐渐发酵 甚至说女孩要是自杀了 会有很多人骂燕台 此刻顾姐已经赶到公寓大骨 电梯卡房卡都已经拿到手 诚哥直接刷卡要开门 顾姐却抓住诚哥的手 先想办法打个电话进去 联系客服部打的维修电话 那边接了 但没说话又挂了 能接电话 说明没趴在窗户上 现在可以直接进去了 诚哥滑开房门 女孩正拿着匕首指着爹妈 你是顾顾雪姨 是我 把刀放下 我看到你微博了 我很感谢你 在学校那次感谢你 看见微博感谢你 你来这里 我也很感谢你 但是没有用 我也会死 死之前 先让他们知道痛苦 是什么样的滋味好了 都怪你跑去学校乱搞 要是学校还在 他肯定已经改好了 哈哈哈哈 看了 这就是我最亲的人 是不是很可笑 我死了 也不会有人为我难过呢 顾姐缓步上前 女孩立马举起笔手 大喊别过来 顾姐抓住女孩手腕略微用力 笔手就掉了 近距离看见顾姐绝美的容颜 也头一次感受到了 像燕文红一样 被大扫保护的感觉 女孩不自觉红了脸 没一会儿楼下警车 救护车都赶到现场 顾姐问女孩 是燕文红教你的吗 不 不是她告诉我的 恨谁 就要把他们踩在脚下 让他们看着你越爬越高 他们拼了命地想要接近 贪负你 而你却不屑一无 这才会让他们感觉到痛 你杀了他们 你再跟着自杀 他们会感觉到痛吗 不会 女孩没想到 顾姐会这样教导自己 终于摊开心扉 去年一月 她拿了全校第一上台致辞 她说了一段话 触动了很多人 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我觉得她说的对 应该勇敢地拿起刀 斩断一切痛苦的根源 好 我知道了 燕氏会给你请律师 但要不要选择新的生活 取决于你自己 天亮了顾姐才回到家 一进门就看到四小只 坐在楼梯上 大嫂你回来了 你去干什么了 燕文红 你跟我过来 老五汉流家北 把门关上 老五听话照做 去年五月 你在怀宁中学做了一次演讲 讲给我听听 原来是这件事 老五忐忑不安 拳头逐渐握紧 另一边机场 燕朝终于回国落地 不远处乌泱乌泱的人 都是给明星接近的 自己这边却空荡荡 母亲的不惜 老大 昨天不是和太太说过 咱们今天回国吗 闻言燕朝脸瞬间黑了 都是数年的老公 终于回到家 女人却叫她在楼下等着 顾姐让老五 把演讲的内容再讲一遍 大嫂想听 我就讲给大嫂 去年我读了一本书 书里人分为三六九等 下等人就连看一眼阳光 都是奢侈 要么成为麻木的奴隶 要么奋起反抗 拿起我们所能拥有的 全部武器 对准试图控住我们的人 反抗 反抗 顾姐感慨 她仿佛天生的演讲家 能够轻易地蛊惑 别人认同她的观点 听从她的命运 如果没有人制止 接下来她会像书中写的那样 成为反社会人格吗 大嫂我说完了 能告诉我你经历过什么吗 顾姐贴心地打开空调 老五穿得少也暖和些许 如果你不愿意说 也可以不说 老五想起之前的事情 就恶心地浑身发动 却答应下来 我可以将自己曝光 将那些丑恶黑暗的心思 都暴露在你眼前 让你见我究竟有多糟糕 我妈从小就爱美爱钱 她将自己伪装成一个独立女性 勾搭上我爸 但装得终究是装了 一出生 他们就给我做了智商检测 是燕家唯一一个快赶上燕潮的 所以还算有用 这样就能成为燕太太了 这下就有用不完的钱了 这可是一棵小摇钱树 父亲去世后 他这辈子也没希望做燕太太 我又变得没用了 所以他那段时间总把我撒旗 后来我学会了乖巧若想 这样才能让人喜欢我 你呢 你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吗 顾姐没有回答老五 而是立声问道 你知道你补动他们杀人 是属于什么罪行吗 唆使杀人 你会进监狱 如果你进监狱 别说少年天才 燕家的一切 包括我在内 你都见不到了 老五听到这立马慌了 顾姐又一次问老五 告诉我 之前学校的那起杀人案 和你有关系吗 不是我动的手 如果是我动手杀人的话 我不会让任何人发现的 门外突然传来 女仆震惊的喊叫声 太太太太 先生 先生回来了 顾姐却淡定的喊 让她先等着 女仆和老五都懵了 燕朝走进门 你们都在呢 三人都懵了 大哥回来了 太太人呢 女仆汗流加倍 太太 太太说 让您等着 燕朝都没反应过来 她说什么 完了完了 也不太凑巧 就是就是 什么情况 我没走错地方吧 燕朝往前踏了一步 然后有兴致坐上家主椅子 好 那我就等一等 燕朝终于见到大嫂了 原来她刚回家 就迫不及待去找大嫂 大嫂一听 直接叫她等在孩子后面 此话一出三小只 乖乖站起来 大哥回来了 担心燕朝会生气 燕文书吞吞吐吐 凑出一句完整话 大哥女孩子都需要等等的 而站在膝位的燕儿一身 都是反哄 这都是因为 你回来不凑巧的原因 话音刚落燕朝 就往那懒人沙发上移 那我就等着 然而燕朝嘴上说着不在乎 却又拿起手机 不断说着大嫂的新闻 又是慈善晚宴 又是抓感徒的 怎料她越说越绿 头上的绿帽子都不止山 燕朝气的脸都绿 感觉自己就是多余的 看着眼前一脸阴霾的燕朝 燕文书守在沙发边轻声解释 大哥你别看了 这些媒体都是瞎写八卦 没错这有什么好看的 这时兵哥哥提着大包小包进来 老大这些东西放哪里 三楼那边有个空置房间 用人立马告诉燕朝 那个房间被太太当书房了 太太平时还看书 燕朝想象到那画面 实在是联系不起来大嫂 她反而觉得更荒谬了 见完不过了 燕二招了个干干净净 看你是怎么对大嫂 她都准备离婚后 去种地养活自己 对对对都是你逼的大嫂 三小只的话虽然很傻 但燕朝还是给了反应 以前就觉得老东西 生的几个孩子不太聪明 现在一看简直是愚准 可清醒的燕朝 却能认识到大嫂的价值 你想多了她有钱 原本不太聪明的燕四破天荒开了口 有钱就代表大嫂 不会跟女离婚吗 看着三小只急着 好像天她的模样 燕朝就赶到这个家里变了天 但是有件事燕朝 真的挺好奇的 大嫂对你们这么好吗 就在这时 大嫂梳妆好落落大方的下来 满满都是高门祖母的气势 整个玉体找不到 过去一丝的懦弱 简直美得不像话 看得燕朝只眨眼 燕太太好久不见 燕文红一出生就被燕家智商测试 而大嫂也一是别人口中的天才少年燕文红 不管智慧变成反社会的人格 可大嫂也不害怕甚至主动问她 你经历了什么吗 被戳中痛处的燕文红想起来就放弃 不过是一段被利用抛弃的悲惨记忆吧 我可以将自己黑暗丑恶的心思都暴露在你眼前 让你看见我究竟有多糟糕 我的妈妈从小就爱美爱钱 一门心思都用在伪装自己是明云望族上 然后高搭上我爸时 我就在燕家出生了 一出生他们就给我做智商测试 是燕家唯一一个赶得上燕朝的 这还是头一回我妈觉得我有用 可笑吧 我从出生起就没被呵护 母亲对我高看一眼的第一句话就点醒了 这可是一棵小摇钱树 是让我妈一直都沉浸在能成为燕太太的幻想中 根本没想到父亲去世后 她再也不能从我身上得到任何东西 然后她就将所有的罪果都折磨在我的身上 那段时间燕文红就像活死人一样 认清楚这一点的她醒悟 而如今又因为天才少年的头衔再次被母亲盯上 后来她学会乖巧扮成弱小 但却因为有则和燕朝出众的智商才能让人喜欢 燕文红不卑不亢看向大嫂 那声音颤抖得令人心碎 拜托了大嫂就喜欢我一点点吧 大家都说我很可怕 的确挺可怕的 你知道鼓动他们杀人是犯罪吗 明明是开导的话燕文红听了却是有些厌恶 而大嫂接下来的话让她怕 你说死杀人会进监狱 你进了监狱 别说天才少年燕家的一切 包括我在内你都见不到 然后大嫂端是则微微发抖的燕文五 告诉我之前学校那起杀人案和你有关吗 不是我动的手 大嫂你觉得我没救了吗 你还小当然有救 希望你是一时冲动财力下誓言 燕文红跪在地上又害怕又厚 但双眼睛无辜极了 发誓以后不会这样 大嫂一只手抬起燕文红的下 我再说一遍 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 只需做自己 不想笑就不必勉强自己笑 回到家的燕朝 大嫂却准备着离婚 可大嫂没有给女主做垫脚石的爱好 是要将自己的命运 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而纠正故事的第一步就是离婚 大嫂想起书里的剧情 燕朝这一回来带女主 大嫂欲发想确认 燕总这次带了什么回来 燕朝瞬间把她带到雨宁市 冰哥哥的心情瞬间降到冷冰 老大你真的要带太太去看 燕朝微微汗手一个眼色带鼓 大嫂就觉得她藏着掖着什么东西 可书中明明提到过女主回来 虽然大嫂没有做垫脚石的爱好 但就算她来了 大嫂也要将故事发展 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要不是需要确认女主角 大嫂巴不得立即跟她离婚 然而当大嫂来到影宁市 她就一脸离大补帮主 她把女主装麻袋里 结果大嫂专心致志找的都是一堆宝石 再次扒拉着又是一箱的黄金 真是让大嫂一个头两个大 那个女主连个人影都没有 大嫂别提有多失望 嘴上尴尬问着这些东西哪来的 抢的 燕巢不过简单两个字 兵哥哥就滔滔不绝一大堆 不是抢的塔塔收了钱 想把老大弄死在非洲 老大做的塔塔这些都是赎金 甚至刚交完赎金 她就被流弹打死 都不得不交代了出来 大嫂都惊讶 牵线人下线未免太快 但这却不是大嫂想要的结果 她想过女主是塔塔送过去 为燕巢处理伤口 后来因为又对女主起了胆念 才成后悔 没想到真相这么简单 人不仅死了 还换了一大堆金子宝石回来 大嫂就知道女主还是被带回来 不过燕巢拿出其他的东西时 大嫂很是意外 她不过是想知道女主被带到何处了 但这个男人拿出礼物是怎么回事 燕巢回家吃的第一顿饭 大嫂只顾着孩子 让她排在孩子后面 可大嫂怎么会忘记兵哥哥呢 微微汉手十分感谢 辛苦你们护卫燕总归来 如果不介意 那你们就留下一起吃个便饭吧 兵哥哥们心里琢磨等着燕巢开个口 你们就按照太太说的做 兵哥哥们开心极了 咱们好久没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 怎料这一边却死记如鱼 孩子们不敢动款 还眼巴巴等着大嫂拿筷子 这道菜味道不错 孩子们很快一窝蜂的就加菜了 那是当然 大嫂说的好吃果然好吃 看得燕巢一愣一愣的 所以她就连吃饭都得排在孩子后面 但燕巢又觉得很正常 毕竟那四小只成了跟在大嫂身后的小鹰仔 总会给她带来意外惊喜 现在大嫂一开口他们就跟着跑 直到燕巢问起了僵士与宋氏的新闻为止 可大嫂怎么能忘了翻旧账呢 毕连坦荡地区热搜 如果燕总怀疑新闻 不如燕总先解释一下这个情人 燕巢没办法生气 轻声说了一句我不认识她 毕竟大嫂溜的就是她 难道情人还有什么要解释 燕巢还是急了 我会让陈秘书去澄清这件事 可又听燕巢说单单澄清怎么够 大嫂就看着燕巢两眼移成一条后 是所以我送她进监狱 然后燕巢被噎得迟迟不说话 电文书都惊呆了 大嫂真厉害 大哥竟然哑口无言了 她试图打破这无语 那现在该太太说说江二 怎料大嫂更加聪明了 一个眼神一五一是全说 难道燕总很笨吗 这则新闻是怎么一回事 又何必我来解释 燕巢又无语了 这就是她的行事风格吗 现在变聪明了 也比过去有意思了百倍千倍 可大嫂不仅没解释 还笑得那么好看 燕巢突然严肃起来 有机会我一定会让江二去非洲挖矿 而风雨这事突然来了电话 却没想到又让她头顶绿一片 大嫂精心打扮参加慈善晚宴 燕巢就后悔了 竟然招来这么多雄性动物 在她身边打转 原来在参加慈善晚宴前 大嫂先一步接到了风雨的电话 邀请大嫂参加另一个基金慈善晚宴 大嫂别提有多为难了 这七张银行卡加起来两万都没有 见过蠢的没见过这么蠢的 原主是豪门太太 却因为补贴家里花的只剩这么一点 可燕巢聪明的可怕 大嫂不能太早给看好 不多找些和原主相关的东西 糊弄一下怎么行吧 此时燕巢正巧回来 她就让助理挑选了一些首饰和礼服 给大嫂试试 可还没来得及去找大嫂 陈秘书就为大嫂请了造型团队 看着大嫂身上的东西 没有一样是自己准备的 真让燕巢觉得委屈 陈秘书一直不是个狗腿子的人 但燕巢亲眼看见时 还是忍不住处处 既然准备好了 那我们走吧 当她和大嫂守玩手进入宴会厅 燕巢的绿帽子都戴不上 都在看着一个两个雄性动物 喊着燕太太 还都想和大嫂喝杯红酒 燕巢别提有多气 而且她和简家人交谈才得知 曹家人都被大嫂送去坐牢了 过去简家人怎么舍呢 男人表示并没有舍过舍 只是多亏了大嫂她看破了阴谋 所以这才想感谢大嫂给燕祖接个话 这一听可把燕巢荒谬坏 毕竟以前的大嫂天天只会无理取发 燕巢还想知道那天还发生了什么 她是如何去点破的 而也正如燕巢所想 大嫂一个眼神就告诉了权物 可燕巢的感觉很准 大嫂看向她时摇着红酒动作满脸高棍 燕巢还是第一次见 她顿时很有欣赏的心情 但很快又证实了心中早已承认的女人 这么高贵的灵魂 一定是身体里住进一个出身很高的人 燕巢送给大嫂一双高定水晶鞋 可大嫂还是最喜欢离婚 而燕巢完全不在大嫂的频道上 大嫂却嫌她废话多 就这个很好了 可她还是想送大嫂宝石 结果大嫂指着她衣柜的宝石 表示已经带不过来了 试的这些都是野男人送的 燕巢吃错了 谁送的都想讨好你 大嫂解释得很明显 我配合敌人做出你已经死的假象 甚至还引发燕巢动乱 希望我偷到你的仗 不过她多动动脑子的话 就会知道你不会把这样的东西留给任何人 最后也不会给你解决掉 原来是这样啊 燕太太懂得真多 燕巢被这个淡定搞事情 大嫂整心动 只有大嫂淡定的步行都是书上看的 燕巢愣了三四脑 而且她翻开就一脸离大普的女娘 比如她又发现大嫂的形象 渐渐脱离了过去刁蛮惹人厌的女娘 转而套上了一个更加神秘 聪明理智又风情的去巧 并且还是让她发现那种新大陆的感觉 可大嫂不明白意思 当她看到书名时一脸蹦住 刚把书放回原位 大嫂还是不死心地问着女主消息 燕总就没带回别的了 燕巢听着又是一片混乱了 她难道是想要轻轻抱抱 大嫂没问到线索转身就走了 燕总我先回去休息了 而冰哥哥相当给令 不仅预判了 还扒了一大堆 老大太太肯定是想要一个拥抱 以及希望你跟她说点亲密的话 燕巢闭上眼闭嘴 与此同时风鱼在另一边的酒店 看着大嫂挂断她的电话 服务员难为情地叫着风声 燕巢回来了你不打算放手吗 回答她的却是手机直接丢去墙壁 风鱼心中有一股无名 想起刚刚大嫂挂断她的电话就气得不行 她逼我还要翻脸无情 燕巢回来了 把我用完就丢了 风鱼气的眉毛鼻子凝成一堆 她怎么就爱得燕巢死去活来 就凭燕巢长得像个好人 得知大嫂穷的叮当响 四小只决定把公司股份转赠给大嫂 谁叫燕巢没有给大嫂黑卡 可燕文红绝不容忍 大嫂没有可靠的娘家人 也没有爱她的大哥 下个月她就满18了 自己亲爱的大嫂被大哥如此欺负 她要暗中帮大嫂处理陪家这个麻烦 看似百利无一害的计划 燕二听了只闭眼 你想在成年后把手里的股份转给大嫂 燕文红温了声 只要大嫂能赔在我身边 宝心的股权对我没有太大意 重要的事情说完 燕文叔猛的站起身 我已经成年了 我也要为大嫂付出 燕二站起身直接反驳了 省省把大嫂根本不够要 我早就提过了 燕文红听后正主 多少有点失望 她猛的站起来大嫂为什么不要 燕二退后一步 大嫂说了钱多就拿去做慈善 燕二索性也不隐瞒了 大哥回来了 他就不想再和燕家扯上一点关心 然后燕二上楼关闭房门 被大嫂多次拒绝后 他比谁都感同身受 但他实在受不了 他比所有人都想大嫂过的幸福 他跟经纪人商量 他要一年加拍五部戏 这样就有可能比燕朝更有钱 可经纪人完全不理会他的发神经 杨哥你要不先去睡一觉咱们再聊 燕二依旧不死心 想五部戏变成七部戏 怎料经纪人还是叫他先睡一觉 说他拍的一点戏 跟燕朝赚的简直就是九龙一毛 燕朝是真正的资本家 燕二直接就气自闭了 看来他还是乖乖听大嫂的 做个慈善算了 大嫂一个人去参加宴会 燕朝一个小时就查了三次的 原来大嫂在收到晚会邀请后 对方怕打扰到燕朝 要求只要大嫂参加 但大嫂才不管燕朝去不去 张口就是夸女性的基金会很有影响力 立马就答应了下来 今天晚上六点华月酒店 送太太我一定准时到 而燕朝很快收到了消息 突然给大嫂一通电话 太太酒醒了吗 我让女佣给你准备了醒酒套 听得大嫂甘甘尬尬的 她怎么开始话家常了 我可是一点都不想了解她 很快燕朝就开门见山 听说你要去参加慈善晚宴 那些人的目的可不纯 此话一出给大嫂听的都整出废话 只是做慈善而已 我去对燕总造成影响了 终于一口气说完 大嫂直接挂断了电话 燕朝听着嘟嘟的挂断声 整个人自闭了 这时一大早起来就嫌我废话多 咬咬牙又重播了过去 大嫂甘巴巴看着来电显示 又来 嗑个醒酒汤都不得安宁 然而大嫂表面招呼对燕朝 心里却想着赶紧挂掉单反 燕总还有什么事吗 我给你请了一个非常优秀的造型团队 那个晚宴的着装就选他们吧 我怕你一个人去招到下马威 然后燕朝还想和大嫂商量 换掉陈秘书造型团队的事 就被大嫂一句 你自己决定再次挂断电话 然后燕朝心情又整个荒谬 怎么听上去一点都不高兴 一旁的董事等得花都黄了 燕总你对这个牵翼项目感兴趣吗 怎料燕朝丝毫看不见 她只想知道大嫂究竟对什么感兴趣 很快到了晚上 大嫂准时走上了晚宴的龙台 一出场就是高门主母的气场 美燕的样子帅极了 不仅热搜爆火 就连其他豪门破态都不停地抱怨 主人的气场都被抢了 说什么要去教大嫂认清主人 结果大嫂接到这下马威 直接帅气反击了 宋太太不好意思 这酒我不爱喝 大嫂一喝醉 燕朝魂都飘了 原来燕朝在晚宴就了解过 大嫂所说的红杏基金 规矩的制度 参加活动分配的积分线 让大嫂瞬间觉得这是一种传销手段 没想到其他阔态也认可的笑 燕太太说的真对 我心里痛快多了 燕朝都有些担心 红杏基金那里的人 邀请你去参加慈善晚宴 可大嫂谢绝她的担心 我推掉了 而简家人突然一句 燕太太好像很爱吃甜品 是的这可是天下美味 燕朝喝着红酒凝柱大嫂的言谈举止 她的眼眸像一谈深渊 像是要将眼前的大嫂叹就彻底 过去的她从没融入简家 现在却热情做客 从这里开始燕朝就感觉很微妙 地旁的小姐姐很是助攻 今天燕太太特别像美人鱼呢 对吧燕总 听此燕朝难为情的第一次夸赞大嫂 今天太太很像美人鱼 谢谢夸奖 而简家很好客 燕太太今天被的酒有点炼 大嫂就有些怀念 我喜欢烈的酒 但更多的是想念另一个时空的父母 她第一次上战场 母亲就到一碗烈酒为她送点 后来凯旋而归 她与将士们喝的也是烧刀子 大嫂以为会回去 怎奈现在再也回不去了 这是大嫂第一次直面分离的痛苦绅士 但现在只要有白酒 就能短暂麻痹一切 所以大嫂在戒酒消愁时 燕朝过来了我陪太太喝 在燕朝喝下烈酒的那一刻 众人瞬间就傻眼了 随后晚宴结束 大嫂就有些醉得我行我素 看着大嫂这反太小模样 燕朝乖乖跟上车 心疼大嫂的同时 也意外被微醺的大嫂动拢了 你还好吧 突然一个急转 大嫂摇摇晃晃的身体 惊得燕朝及时扶住后脑勺 没想到上头的大嫂还倾起猪舌尝了下酒字 这迷离的眼神 微醺泛红的脸颊 迷得燕朝魂就要飘出来 人由大嫂靠在她双开门的肩膀里 燕朝看着大嫂卸下主母的表情 反差萌打九格的样子 心动的她心动了 让她有种想谈恋爱的感觉 大嫂第一次说了燕朝五个亿 可怜的燕朝只有这千亿资产能让大嫂感兴趣 原来大嫂报了好几天的诀 看到大结局不理想 她实在受不了了 直接打电话给导演投资五个亿 可大嫂研究了一个早上 果然还是早来燕二出演最合适 此刻燕二的内心已经开心到爆 大嫂是在关心我的工作 有个导演找我投资 因为票房不好还赔了不少钱差点下降 你会看剧本吗 投资商都不敢碰这个题材 在国内会被盯上 可大嫂就是相当看不惯被禁止的真案 不过大嫂就要投 并且还是欣喜若狂的那种 燕二出番了 大嫂你要找谁演 投了我当然是让你来演 而大嫂也通过昔日相处看到燕二性格的本质 不仅成语多变还热衷于寻求刺激 于情河里有一部分原因是 她年少时演过太多虚伏的角色 因为她始终踩在云端 或许需要在这个角色里痛苦中挣扎得到一个答案 反正她与生活割裂的大病治愈就好了 然后大嫂立马给导演打电话敲定合同 明天下午签合同 五个亿够吗 燕二被大嫂的重视整心动物 又竖起耳朵听着还差三亿 于是决定积极拒之支持大嫂 你还差对吧 大嫂其实我很有钱 只有大嫂淡定发话 但燕潮应该更有 燕二立即被交了个透心凉 而燕潮也相当给力 不仅接到大嫂主动的电话寒暄几句 燕总方便吗 我要投资一个电影 但手里活动的现金只有五百万 听到大嫂的声音 无论什么请求她都会答应 并且还是一副舔狗的那样子 富卡和新卡都放在你房间里 我不参与你随便投 那样爽快的燕潮 大嫂得到拒之后立马就挂断了电话 只有燕潮气得脸都绿了 怎么能把老公用完就扔呢 大嫂决定资历门户 富卡上不依赖燕潮了 另外赚了钱都和她分一半 而燕潮很有自知之明 这还是第一次觉得好像和大嫂相夫妻 可当大嫂提起另外办一张银行卡的时候 燕潮就感到慌慌的感觉 可大嫂才不管 那是个孩子呢 燕潮汉 她和那几个私生子一贯不清静 可怎么有种人缘很差的事实 被大嫂看穿的感觉 原来当大嫂在参加慈善晚宴时 大嫂就遇到了几个阔泰长舌妇 说什么独家记者拿大嫂当女明星吗 发个新闻稿还带上艳鸦群芳 豪至千万座慈善 大嫂看着这和传销没什么区别的慈善 那长舌妇又来了个大口一意的很得意 她觉得有必要要好好看待现在的大嫂 而大嫂回到家刚放下沉重的手势 便叫了声烟族 太太回来了 不过大嫂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只不过是参加个小宴会 她有必要等到现在吗 但燕潮就是死鸭子嘴硬 我在看文件 施华刁难你了 大嫂正准备上楼 可话一出右侧头一看 突然燕潮探究的眼神让大嫂跪 这第二句废话好像在给我开小课 此时的大嫂坐到沙发上 燕潮就磕刀的没完 施华不是原配 她遇见宋承德之后一拍集合成了盟友 她为了得到长得不择手段 大嫂听着属实犯困了 又蹬了下脚后跟 然后呢 燕潮这才闭上嘴 给太太拿双拖鞋 于是曾经高高在上的燕潮 亲自帮大嫂撩开裙摆 你这样穿就不踩着了 两人四目相对 她很是担心大嫂今天喝酒了吗 在别人的地盘上不太好喝 一句别人燕潮又沉思起来 所以我在剪家和她对影都是做自己人 但大嫂今天赚了一千万 是的 用燕潮的名头白剪了 不过大嫂决定慷慨解忙 我分燕总一半 听到第一次有人给她分钱 这样真心的大嫂 燕潮心里那特别的感觉 许久都消化不了 大嫂离开两个小时后 燕潮就魂不守舍了 她不明白 晚燕已经开始两小时十七分钟了 为什么她的手机毫无动静 她会不会被劫持 被欺负无法联系我 不行她不能这么等下去了 可她刚起身 陈秘书就告诉她 大嫂在一边气场就像是女王 燕太太请咱们坐着说说话 三个扩太大一台戏 大嫂这下都无语了 怎么现在还有人玩这低级宅豆戏 但大嫂禁止坐下 宋太想聊什么 没想到对面说出的话还挺不错 先是盯上大嫂弄的鸡精 再曲结两个鸡精合并到一块 这则提议如同狮子大开口 打着大嫂的算盘 但大嫂也敢开个口 让她的鸡精承认 大嫂弄的新鸡精怎么样 要不然就直接玩玩她的鸡精 可对方不仅不怕死还咬的丝鸡 你的鸡精很有实力 离平了一所学校这样的手腕和过度 一般人没办法做到 然而她这鸡鸡喳喳的狗腿夸赞 在大嫂这里根本就是个小东西 大嫂瞬间有了狂妄 她不想拿这种小玩意来凑传销的热闹 那几个破泰依旧不去闹 说成是小东西的口气 说不定在这里是大宝贝呢 还是说燕太不想加入我们才这么拒绝 几人的大喊大叫 大嫂闭上眼以独乱 两位真是说笑了 没有一丝留情不说 大嫂还将几人的算盘彻底打断 我比较了解自己的鸡精 刚才还在串缩的女人汉都出来 一个两个都没料到会是这个结果 可大嫂知道他们不会就这样放弃 这不借着拍卖会 又给大嫂白减个一千万的开场 如果不行加到燕太痛快为止 而大嫂看清手段后心里更戒本 这比钱下的太大 感觉他们的目的不光是合并鸡精那么简单 既然要摸清这个鸡精窝 那大嫂只好静观其变 然后大嫂以第一视角探究着这些聚在一起的投资商 但她实在是无法接受无脑投资 因为让一群从没接触过投资的富太太看着撒钱 简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大嫂刷掉富卡的五个亿 燕朝顿时笑得屎都出来了 甚至还要把大嫂的富卡额度提升一倍 原来燕朝已经被大嫂冷落好几天 而大嫂游走电影团队接连好几天 就连老公都不理了 一直忙工作 得知男主演还没定下来 大嫂实在是有点急 导演想请片酬高的人选 但这种情况大嫂还要刷燕朝三个亿 可大嫂想白嫖 又想到家里的二孩子就是演员 我给孙岛推荐一个人吧 她演技好不收片酬 导演顿时激动坏了 那明天就能开机了 而另一边的燕二正在海边度假 虽然经纪人也给她找了很多资源 但燕二只听大嫂子 就算大嫂将她卖掉片酬都不要 她也是心甘情愿了 不过燕朝这边看到五个亿的转出心情就有点棒打 那个女人还有这样的破令 毕竟靠边站的她只有把副卡再提升一倍 可正因为燕朝只有提款的作用 比如把钱花在孩子身上 上镜总归是好事 然而当大嫂领着二世祖进组时 导演吓得差点没一口气下去 怎么是这个二世祖 原来是江郎才进的孙岛啊 第二辈这导演控诉是个不懂演戏的花瓶 气得炸毛了 可怜巴巴看向自家的大嫂 大嫂你得为我做主 孙岛前前前年骂我是死于眼演戏没灵活 前前前年骂我二世祖只靠脸 大嫂笑得自信又好看 知道了 导演听到又是一脸荒面 顾小姐她真的没演戏 驾驭不了主演塑造角色的灵魂 第二再次气得几眉瞪眼睛暴涨 就等你这句话 反正你都得听我了 因为她是我大嫂 意外把毁灭吧 只有大嫂一人淡定 孙岛我看过文家演的戏 但你无需担心她无法贴合人物 因为我会教会她 大嫂一句话导演直接妥协了 因为大嫂的自信让她不会输 第二也相当得瑟 想让我这个主角同意 你现在就连发三条微博夸我 导演气得我冒三丈 原文家四个天才 不仅演技好长得也帅 以及那一二后言无耻乐的 不要不要的场面